第3801章秋后算账 万妖蒙攻占玄机洞天 败给百姓们的震撼和恐慌 经过一年时间 总算淡化了许多 这一年里 新元大陆看起来还算平静 动荡不安的局势也渐渐平息 但是 有许多百姓们注意不到的事情 正在暗中发生变化 就连亿万灵敏百姓的想法 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所有人的认知中 万妖蒙已经和玄机洞天平等 都有资格掌管新元大陆了 黎明百姓和众多帝国 势力 对于万妖蒙接管新元大陆 也不再那么抵触和害怕 这些无形中的细微改变 虽然看起来没什么作用 但实际上 这就注定了将来万妖蒙接管新元大陆时 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玄机洞天内 群山之中的神宫里 即天行离开扭曲时空 结束了长达四十五年的闭关苦修 没错 外界过去一年时间 他却在神塔里闭关四十多年 共赋不赋有心人 经过这次闭关 他消耗了价值两千多亿的修炼资源 终于达成了目标 他顺利突破到神王境八重了 诸天神觉的第五层功法 也被他推演完善了 他的战斗力提升数倍 且神道根基也非常牢固 如今就算跟金元龙帝正面对战 他也更有信心 刷离开群山中的那座神宫 他踏上高天 赶往玄机洞天的出口 在玄机洞天里待了一年 也不见金元龙帝出现 他终究是待得厌烦了 晋级思动之下 他便想出去走走 顺便找某个家伙算算旧账 不多时 他便通过九区天河大阵封印的出口 离开了玄机洞天 跨过天赫山巅 他快如极光地向北飞去 心中还暗想着 事情都过去一年了 若那家伙早已逃离新元大陆 这事就此作罢 若他留了下来 还妄想能躲过一劫 那就不好意思了 案子撕存了片刻 他拿出一枚传讯预检 打算向敖精英询问情况 毕竟敖精英掌握着情报力量 对各路消息比较清楚 发出传讯之后 季天行继续赶路 顺习万里地赶往北方 很快 两刻钟过去了 宝精英也发回了讯息 季天行接过传讯预检一看 顿时皱起眉头 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呵呵 还真被我猜中了 不过这家伙倒是有意思 自言自语了一句 他收起预检 继续赶路 星云洞天之中 一如既往的平静安宁 尽管万妖蒙攻占玄机动天一事 让星云大陆动荡不安了一年 但这一年里 星云动天始终封闭着 一副与世隔绝的姿态 穷其族的族长和长老们 既不与外界的势力联系 也不参合万妖蒙和玄机动天的争斗 似乎不管谁掌管星云大陆 都跟穷其族无关 星云洞天的出入口一直关闭着 不允许族人进出 甚至一年前族长血伤归来时 还下令再建两座神镇 对出入口进行封印加固 此千多名穷其族人都以为 血伤族长这事铁了心 要避开俗事纷扰 决定闭关清修了 这让众多族人们疑惑不解 私下里没少讨论和抱怨 很多青年高手们都认为 如今星云大陆的局势混乱 正是趁乱攫取利益 发大财的好机会 甚至血伤族长若能施移巧妙手段 并能左右逢源 为穷其族谋取极大的好处 那些青年高手们这般认为 便在族中到处宣扬和劝说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和发展 竟然有近半的族人 都赞同这个观点 他们联合起来 请求族长开启星云洞天的出口 让穷其族加入乱局 趁势牟利 然而 众多族人的提议 被血伤狠狠驳回了 不止如此 血伤还大发雷霆 严惩了几个带头挑事的 直视和青年高手 经此风波之后 族人便知道了血伤的决心 不再提趁机作乱之事 都老老实实待在 星云洞天修炼 众人都以为族长要独善其身 静观其变 只有几位长老知道 其实血伤族长不是代价而沽 等待万妖蒙和玄机动天的争斗结束 再决定立场 而是 血伤族长很焦虑 每天都忧心忡忡 寝食难安 虽然他对族人宣称 一直在密室中闭关修炼 但实际上 血伤只是休养调息了一个月 自他的状态恢复到巅峰之后 恋在也没有修炼过一天 他根本没法静下心来修炼 始终愁眉紧锁 为穷其足的前途而担忧 几位长老疑惑之下 曾多次询问血伤 到底是什么事 竟如此忧心 一开始血伤还知之无无 不左右言其他 不肯透露 事情过了两三个月之后 大概血伤承受不住压力和精神折磨 终于透露了实情 原来 在万妖蒙进攻玄机洞天时 他瞒着族人投靠了玄机洞天 跟万妖蒙结下了仇怨 几位长老这才明白 原来血伤是害怕万妖蒙的报复 大家都是聪明人 有些道理不用讨论 也都心知肚明 比如 万妖蒙攻占玄机洞天后 看起来什么都没做 并为大张旗鼓的扩张势力 铲除对手 但万妖蒙是为了稳定民心 不代表局势稳定以后 不会清算各家敌对势力 凭血伤对万妖蒙做的事 绝对会被万妖蒙秋后算账 于是 血伤和几位长老待在密室里 一起商议对策 有人提议 血伤带着穷齐足放弃星云洞天 逃离星园大陆 凭穷齐足的实力 哪怕去往别的大陆 也能打出一片天地 但这个提议 被血伤和几位长老否决了 穷齐足占领星云洞天两万多年 早已将这里当成了家 且所有势力和产业都在周边几个狱 背井离乡的逃往其他大陆 必然艰险重重 而且要从头开始 不止血伤和几位长老舍不得放弃星云洞天 那数千名族人也肯定不答应 很快 又有一位长老提出建议 向万妖蒙服软 为之前的事道歉 希望获得万妖蒙的原谅 当然了 这只是权宜之计 化解穷齐足和万妖蒙的仇怨 并不会真的投靠万妖蒙 却商斟酌考虑了几天 竟然同意了这个提议 并亲自写下信函 向万妖蒙送礼道歉求和 第3802章他来了 如果是战龙王 行约那种城府较深的强者 绝不可能选择这个做法 他们比较杀法果断 且有种非黑即白的特质 若他们得罪了某个势力 就只有两个结果 要么摧毁那的势力 他们存活 若得罪不起那的势力 果断撤退逃离 就算有第三个结果 他们也会投靠更强大的势力 借此摧毁敌人 像血商这样 得罪了万妖蒙 却又心存侥幸 还幻想着化解仇怨 并主动对万妖蒙求和示好 肯定会被战龙王行约所唾弃 但他们不是血商 既体会不到血商的复杂心情 也和血商的形式作风不一样 准确来说 血商是个阴险卑鄙 见风使舵的家伙 他有心计和阴谋手段 却总想左右逢源 当其强派 从中谋夺好处 至于尊严 热血和气节 他是不会在乎的 在他看来 只要牵扯到利益 没有什么事不能解决 没什么仇怨不能化解 毕竟他和万妖蒙之间 并没有血海深仇 他仔细回想了一个月 发现一个问题 从他跟龙天结仇以来 一直都是他被虐 损失惨重 龙天和万妖蒙却没什么损失啊 他自问没把万妖蒙王死里得罪 而且被龙天逼迫发下天道誓言之后 他再也没向龙天动过手 所以他觉得这件事还有缓和的余地 怀着这个想法 他派二长老带着礼物和他的亲笔信函 前往万妖蒙道歉赔罪 结果不出他所料 万妖蒙的总管 护法和大长老 都没有接见二长老 也没有收下赔礼 但血伤并不气馁 时隔一个月 他再次派二长老去万妖蒙赔罪 这次依旧带着他的亲笔信函 且攜带的礼物增加一倍 结果二长老见到了大长老胡心悦 也表明了来意 但是胡心悦既没有收礼 也为接受二长老的道歉赔罪 更没有和解的意思 可血伤并不生气 反而觉得事情有些进展 让他看到了和解的希望 于是他又派二长老第三次 第四次第五次去送礼赔罪 每个一个月 二长老就会带着重礼 往万妖城走一趟 虽然万妖蒙始终没有收下礼物 也不肯松口和解 但血伤觉得 万妖蒙看到了他的诚意 迟早会松口的 今天又到了二长老出十万妖蒙的日子 这是二长老第六次前往万妖蒙 血伤为了表明诚意 还派了三长老同行 而且 两位长老携带的礼物 也比上次更珍贵 成功的密室中 血伤正在当面叮嘱两位长老 吩咐他们注意细节 并叫他们察言观色 试探万妖蒙的态度 两位长老认真地听着 时不时地点头 或是询问几句 细分颇为融洽轻松 毕竟 二长老都快跟万妖蒙混熟了 他和三长老前往万妖城 不管能不能化解仇怨 至少不会有什么危险 但就在这个时候 密室门外忽然传来侍卫的声音 启禀族长 大事不妙 有人正在攻打洞天入口的神镇 青年侍卫的语气颇为交集 还有几分担忧 却伤和两位长老听得清楚 顿时皱起了眉头 露出疑惑之色 三人都没想明白 谁会在这个时候攻打星云洞天 肯定不是万妖蒙 可是除了万妖蒙 还会有哪个势力 却伤的脸色有些阴沉 语气森然的冷笑道 哼 虽然我族不能与万妖蒙 玄机动天抗衡 却也不是谁都能招惹的 大概是这一年来 我族太过低调 让某些势力轻视了 竟然有不开眼的家伙 把主意打到了本座的头上 两位长老也身有同感的点点头 面露愤慨之色 却伤挥手打开密室大门 带着两位长老往外走去 同时对侍卫下令道 立刻召集血砂糖 随本座去出口看看情况 那名侍卫到了生尊命 连忙退下 去传达命令 两位长老犹豫了一下 开口问道 族长 那我们俩啊 还要去万妖蒙吗 血伤头也不回地大道 跟本座一起去看看吧 只要不是万妖蒙杀来了 你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两位长老连忙到了生明白 与此同时 星云洞天的出口处 经过多重加固的封印神阵 此刻已经启动了 方圆千丈的末盘阵机上 五彩绚烂的神光凝聚成护照 封锁着出口 出口是一座高达百丈的空间之门 正闪烁着刺眼的白光 波动不已 方圆千丈的神光护照 也在剧烈战斗摇晃着 很显然 有人正在星云洞天的外面 全力攻击封印大阵 把守着出口的上百名护卫 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赤白光门 一副如灵大敌的模样 众人神色凝重 手握着神兵刀剑 体内积蓄着神力 随时都准备厮杀大战 虽然还没有看到 到底是哪个胆大包天的家伙 竟敢攻击星云洞天的大阵 但护卫们都清楚 来犯之敌绝对是神王中的佼佼者 毕竟 封印出入口的神阵是王级上品 且经过族掌血伤的亲自加固 此人能撼动神阵 实力绝对不弱 最重要的是 所有人都知道星云洞天是穷奇族的老巢 既然对方敢进攻星云洞天 就说明对方未把穷奇族放在眼里 一想到这里 上百名护卫就更加紧张了 砰砰砰 随着神阵剧烈战斗 一声又一声闷响接连传来 不多时 众多护卫就亲眼看到 那方圆千丈的神光护照 开始碎裂崩溃 高达百丈的空间之门 也暴闪着白光 仿佛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一样 后退 大家快退 预感到神阵要被攻破了 护卫统领联盟下令 带着护卫们向后退去 果不其然 护卫们刚退开始离远 那道神光护照就轰隆一声暴碎 同时 空间之门中白光暴闪 一道浑身裹着金光的身影 从门中硬生生地冲了进来 刷 下一刷 那名身穿白袍的身影 便穿过空间之门 进入了星云洞天 上百名护卫的目光 都聚集在那德白袍青年的身上 神经都绷进了 第三千八百零三章 你只能死 白袍青年是龙族 很英俊神武 看不透实力境界 却透露着深不可测的气息 他一手赋于身后 一手握着漆黑的神剑 面无表情地扫过众多护卫 然后 他就无视了上百名护卫 神色平静地望向洞天深处 他的神色反应 更让护卫统领表情凝重 心底暗呼完蛋 身为护卫统领 对方如此蛮横地闯入 他必须出手抵挡 但他明白 凭他下位神王的实力 估计连对方一招都接不下 便要当场丧命 若不履行职责 并要被足归延长 若是履行了职责 便会当场被杀 护卫统领进退两难 脸色极其难看 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好在白袍青年并未动手 像是在等待什么 护卫统领当然不会主动出手 便与对方僵持着 心里默默祈祷族长快来 在他看来 像白袍青年这样的强者 恐怕只有族长才能应付 不多时 便有一名护卫满腔欣喜地呼喊道 族长大人来了 护卫统领和众人连忙扭头 便看到洞天深处的天空中 几道神光急迟而来 几个呼吸的时间 那几道神光便来到近前 停在众多护卫的头顶上空 神光练去 族长血伤和四名长老的身影 呈现在众人面前 看到这五位强者来了 护卫统领暗自松了口气 果然 血伤看到入口处的白袍青年 先是瞳孔一缩 然后露出了一丝苦笑 他并不惊慌 很好地掩盖了情绪 与其威严地下令道 你们都退下吧 这位是本座的贵客 不得对贵客无礼 虽然 没人相信这句话 哪怕是头脑简单的护卫们 也不相信那个白袍青年 会是族长的贵客 但族长这么说 肯定另有深意 所以 护卫统领还是到了生尊命 带着近百名护卫退走了 就这样 入口处只剩下白袍青年 血伤和四位长老 四位长老打亮着白袍青年 满眼戒备之色 忽然有人猜到了什么 当即表情一变 暗中传音对同伴说道 这个人 是龙天 另外三位长老也悚然一惊 露出了忌惮和金句之色 什么 竟然是他 龙天 万妖蒙的戴盟主 他来干什么 报仇吗 如果是报仇的话 他为何独自前来 几位长老暗中议论着 心中充满了疑惑和忧虑 肩负出十万妖蒙任务的两位长老 不约而同地望向雪伤 他们的眼神和表情 分明是在问雪伤 我们还要去万妖蒙求和吗 雪伤摆了摆手 对四位长老下令道 你们都退下吧 这里交给本座来处理 组长 万万不可 四位长老都满腔惊恶 连忙开口劝阻 龙天显然来意不善 我们怎么能抛下您不管 组长放心 他只有一个人 就算实力再强 也不可能胜过我们这么多人 四位长老都同仇敌开 坚决不肯退走 而持着葬天剑的寄天行 始终一言不发 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嘴角挂着一抹嘲弄之色 大概在他看来 雪伤和几位长老又在演戏了 最终 雪伤拿出了组长的威严 四位长老只能遵命 很不放心地离开了 以出口为中心 方圆五万里之内 只剩季天行和雪伤 直到这时 季天行才开口说话 他望着雪伤 似笑非笑地道 看来你很清楚本王的来意 附近已经没有别人 雪伤也不在卫庄 露出了苦笑 点点头道 当然 秋后算账麻 早在我的意料之中 事实上 这一年来 我每天都在担心这件事 本以为你早就会来 没想到你等了一年才来 季天行面色平静地道 那场大战结束后 本王并未受伤 却伤争了一下 旋即恍然大悟 苦笑道 原来如此 看来你给过我机会 且给了我一年的时间考虑 只不过 是我自己放弃了机会 季天行挑了挑眉头 问道 你舍不得放弃星云洞天 更不想带着族人背井里香 颠沛流离 却伤点头承认了 是啊 毕竟穷奇族在此生活了两万多年 早把这里当成了家 岂能亲言放弃 再者 穷奇族的恶民在外 若是离开星云大陆 何处能容身 既天行微微汗手 又问道 所以 一向习命怕死的你 这次不怕死了 却伤摇了摇头 正色道 纠正一下 我是习命 但并不怕死 既天行并不纠结这个问题 再次问道 关你今日之举 是想以自己的命 换取穷奇族的存续 这也是迫不得已之举 还望成全 却伤面色肃然地说道 就当是我求你 既天行露出一丝冷笑 摇摇头道 求我也没用 我不可能答应你 至于要不要除掉穷奇族 还得看他们 不等他说完 血伤就语气笃定的道 我早就留下一命 不准他们为我复仇 更不能与万妖门为敌 既天行笑了笑 你倒是想明白了 可惜你死之后 他们听不听你的命令 还很难说 血伤也不否认这个问题 表情和眼神有些苦涩 沉默了片刻 他才望向既天行 语气愿毒地问道 龙天 因为套帖族的陶永生 本座才招惹到你 但本座自问 一直都是你占上风 而本座屡屡挫败 从未真正损害到你和万妖门的利益 我们之间并无邪海深仇 本座已经退让到这个地步了 真的就不能和解吗 我早就发下了天道誓言 这辈子都不可能对你出手 难道你非要置我于死地 既天行面无表情的道 你一直向万妖门求和 此事本王已经知晓 但这已经于是无骨 在你投靠玄机动天时 就应该想到这个结果 虽然你已经发下天道誓言 不会对本王出手 但并不代表你不会威胁到万妖门 伺你这般阴险狡诈之辈 本王不可能信任你 所以 你只能死 呵呵 本座明白了 确定了没有活路 血伤在无一丝侥幸 满腔怨毒地冷笑道 你要杀本座 而本座碍于天道誓言 不能还手 只能承受 而且 就算你杀了本座 穷其族也未必能活下来 是吗 第3804章碾压 弱势不知情的人 听到血伤这番话 只怕会感到无尽的委屈和愤恨 是啊 既碍于天道誓言 任凭记天行打杀也不能还手 哪怕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也不能保证穷其族能存活下去 偏偏面对既天行和万妖蒙 又没有反抗的资格 怎么看都是憋屈到死的结局 但实际上 了解事情起因经过 知道血伤秉性的人 都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至少 血伤落得这个下场 也是旧由自取 怨不得人 可以肯定的是 若既天行不杀他 今后金元龙帝归来 万妖蒙事为 陷入危难之际 血伤肯定会再次出手 他只是不能攻击既天行 又不是不能对付万妖蒙 而既天行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万妖蒙顺利掌控星园大陆 这恰恰是他不想看到的 所以 血伤必须死 呵呵呵 之前这一年多 若不是怕那什么狗屁天道誓言 本座早就解脱了 自知必死无疑的血伤 失去了牵挂和敬畏 再也无所忌惮 他双目通红 壮若癫狂地大笑着 哈哈哈哈 之前我被天道心存敬畏 始终不敢尝试 既然注定要死 那我今天倒想看看 所谓的天道誓言 究竟会不会应验 号称无所不在的天道 真的会管这种小事 在意这种狗屁誓言吗 血伤一边大笑着 一边记出神刀 铠甲和不灭今生 体内也疯狂积蓄着神力 他战役高昂 面目猙獰地仰望着天穷 肆无忌惮地释放出战役 既天行神色平静地望着他 缓缓抬起了藏天剑 说道 不管天道誓言会不会应验 你都没有幸免的可能 若你的遗言交代完了 那就开始吧 出话时 他体内的神力也继续到巅峰 浑身勃发出强烈的战役 啊 你去死吧 当血伤的神力凝聚到巅峰时 澎湃的杀气爆发而出 他声如红中的咆哮一声 握着神刀斩相继天行 剔出几道暗红如血的刀光 同时 穷其老祖的不灭今生 也化作璀璨的金光 与他的身躯融合 有不灭今生的加持 他的力量暴增两倍 且防御近乎无敌 正因如此 他才壮若疯狂 不顾一切的杀相继天行 迸发出一往无前的气势 继天行自然不会大意轻敌 左手打出一招龙象神拳 右手挥剑刺出漫天金光 碎日剑 数十道金光璀璨的剑芒 与血伤斩出的刀光狠狠碰撞 顿时爆出一连串的闷响声 与此同时 巨大如山月的龙象拳影 也狠狠轰中了血伤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爆出 血伤被一拳轰的倒飞回去 砸向百里之外的大地 尽管 有不灭精深的保护 他并未受到实质性的伤害 但他遭到剧烈震荡 神力有些紊乱 气息也衰弱许多 他刚刚砸在大地上 将地面砸出个巨大的深坑 还不等他飞回天空中反击 既天行已经寄出混沌原始中 从天而降的镇压下来 刷 那一尺高的神钟 瞬间扩大一万倍 化作方圆三万里的天幕 将这片区域封锁了 三万里空间都被封印 变得一片漆黑 沛然墨浴的威压 瞬间倾泻而下 牢牢锁定了血伤 血伤顿时身躯一僵 行动变得十分艰难 战斗力也大幅下跌 眼看四周陷入黑暗 他挣扎着飞上天空 四下打亮着 混沌原始中 你已经将其炼化了 血伤对混沌原始中并不陌生 立刻就认出来了 顿时面露惊诧和焦急之色 他非常清楚 饕铁族的这件镇族之宝 丝毫不弱于穷其老族的 不灭金身 甚至 在厮杀大战之中 混沌原始中能发挥的作用 远超不灭金身 置身在神中之内 连不灭金身的威力 都要衰减几成 至于他的战斗力 更是大幅削弱 于是 他拥有王级极品神器的优势 就此荡然无存 在混沌原始中的镇压下 他也没有信心 能够保持不败不死 既然知道神中的威力 那就授手扶诛吧 祭天行冷喝一声 双手握着藏天剑 宛若雷霆撕裂黑夜一般 杀到血伤的面前 血伤树然一惊 连忙将神刀挡在面前 哼 轮响声中 血伤再次被一剑劈飞 倒退八百里远 跌落在黑暗中 与他神区融合的不灭金身 暴闪着金色神光 且发出金属摩擦般的声响 眼看着 既天行毫不停留 在夜幕中没有半点停顿 又持剑刺杀而来 却商顾不得查看 不灭金身是否受损 强行调动紊乱的神力 连忙闪身躲避 当 璀璨如星辰的剑光 与他擦肩而过 却在关键时刻着转方向 狠狠斩中了他的胸膛 随着一声金铁骄鸣巨响 狂暴无匹的冲击力 将血伤震的翻滚着倒飞出去 他身穿的铠甲 也被藏天剑展开一道缺口 可恶 在混沌原始中内交战 我的实力削弱 他却丝毫不受影响 他的速度太快了 我根本躲不过 血伤的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 心里既沉痛又沉重 虽然他有不灭金身保护着 可继天行的身法太快 剑法更是快到极致 继天行的每次进攻 他都无法躲过 只能凭着不灭金身硬抗 一次两次 三次五次还好说 若是次数超过一百 他自存绝对承受不住 就算不灭金身能保存下来 他自身也会伤痕累累 神力更是虚弱至极 不 不能一味地躲避 必须反击 纵然战死 即便被杀 也不能死得如此窝囊 雀伤心中怒吼着 打定了主意 纵然被继天行斩杀 也得咬下他几块肉 当继天行再次挥剑杀来 他望着满天见光 竟然不再躲避 挥舞神刀迎了上去 幽血破魂斩 雀伤怒吼一声 双手挥舞神刀 倾尽全力地斩出49道血色刀光 他不仅爆发了最强的神力 还动用了150多种法则神力 这几乎是他的最强杀招了 然而 结局却让他异常心酸和无奈 砰 砰砰砰 惊天动地的巨响声中 血色刀光全部被击溃 十几道剑光劈中了他 再次见他劈飞出去 蹊跷喷血 第3805张束手无策 星云洞天的出口处 方圆三万里都被混沌原始中笼罩了 从原处望去 只能看到一尊巨大无比的漆黑神中 镇压在大地上 四位长老被血伤了令离开 但他们并未走远 也没有回到穷奇族的老巢 他们认定龙天来意不善 肯定会对族长血伤不利 所以 四人退出五万里远 便停在了天空中 他们站在高天上 用神式观察着洞天出口的情况 可惜 他们只能看到巨大的神钟 却看不清钟内的情形 心中担忧之下 四位长老将此事传讯告诉了族人 没过多久 便有一大堆执事和护卫们 风风火火地赶过来 还有300名血砂糖精锐 也披甲直剑 杀气腾腾地赶到 这些血砂糖精锐倒不是听了四位长老的传讯 而是遵从血伤之前的命令 去出口处查看情况 但他们遇到四位长老之后 便被四位长老拦了下来 别过去 族长之前下达了命令 谁也不能插手 二长老拦下血砂糖精锐 对血砂糖统领说道 血砂糖统领皱起眉头 用神式看了看出口处的神钟 满腔担忧地问道 二长老这是怎么回事 是谁如此胆大包天 竟敢攻打我族的星云洞天 三长老语气沉重地达道 是龙天 万妖蒙的龙天 什么龙天 血砂糖统领颇为震惊 满腔焦急的道 该死的混蛋 他竟然带着万妖蒙的人攻打我族 那咱们还等什么 快去给族长帮忙啊 一边说着 血砂糖统领就要带着三百名精锐 赶往出口驻站 另外两名长老连忙拦住他 解释道 也激动 来的只有龙天一人 他没带帮手 而且 族长大人严厉叮嘱过 这件事不许我们插手 由他一个人解决 二长老也点点头表示赞同 语重心长地道 族长大人说 这是他和龙天之间的恩怨 不管发生了什么 我族子弟都不能插手 否则 这件事就会变成我族和万妖蒙的仇怨 给我族带来灭顶之灾 听到这里 不止三百名血砂糖精锐愣住了 十几名职士和上百名高手 都露出了恶然之色 怎么会这样 族长和龙天之间 到底有什么仇怨 万妖蒙敢攻打玄机洞天 还获得了胜利 可见其实力强横 我族确实无法与之相抗衡 可是这样一来 族长岂不是要牺牲自己 保全我族所有子弟 场中的数百名穷奇族子弟 顷刻间就明白了血伤的用意 于是 许多担心血伤安危的人 立刻就嘲嚷起来 这绝对不行 怎么能让族长以身犯险 而我们苟且偷生呢 我们宁可战死 也绝不受此屈辱 我族的儿郎门 只要还有血性的人都跟我一起冲啊 咱们和族长并肩作战 绝不向外敌屈服 有人正必高呼 立刻得到众人的回应 便要带着两百多人冲向混沌原始中 就连血沙堂统领 也顾不得血伤的命令 带着三百名血沙堂精锐 急冲冲地赶过去 三名长老本想阻拦 免得这些冲动的族人们 坏了族长的计划 但二长老摆了白手 拦住了三位长老 三位长老满腔焦急 连忙问他 二长老 您这是干什么 族长下了眼令 不准大家插手这件事 您为何不阻止他们啊 他们如此鲁莽冲动 若是坏了族长的大计 那该如何是好 见三位长老如此焦急 二长老语重心长地道 诸位不要焦急 本座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的 可你们也看到了 族人一腔热血 不忍族长牺牲自己 换取我族平安 咱们根本拦不住啊 若是咱们强行压下 只怕还会落得个没有血性 心性良薄 贪生怕死之类的乐名 三位长老顿时沉默了 他们不得不承认 二长老说得很有道理 过了一阵 才有一位长老问道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二长老遥望着出口方向 神是探查到 众人都围在神中四周 便叹息一声 道 是到如今 咱们也只能过去看看了 于是 四位长老也飞过天空 赶往洞天出口 不依惠尔 四人就来到神中的附近 只见 数百名穷奇族高手 和血沙唐精锐 都围在神中的四周 观察议论着 谁也看不到神中里的情形 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忧虑 大家都心知肚明 龙天是能与巅峰神王相提并论的强者 自家族长肯定不是龙天的对手 可是 众人再怎么担忧也无用 根本帮不上忙 有些性子比较急的人 纷纷记出神兵刀剑 对着神中一阵狂批蒙凯 结果 众人类的气喘吁吁 神兵刀剑都崩毁了 神中却是纹丝不动 一时间 众人也只能大眼瞪小眼 对着神中破口大骂 却束手无策 见场面闹哄哄的 许多族人怒火狂勇 行为有些失控 二长老连忙出面弹压 大家都静一静 千万不要有鲁莽冲动之举 以免坏了族长的大忌 族长和龙天正在神中之内 咱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也帮不上忙 大家着急也没用 与其如此 大家不如养精蓄锐 耐心地等待结果 你们要相信族长的能力 他既然有把握 就肯定能顺利解决 随着二长老的声音传遍四周 许多焦躁癫狂的族人 逐渐安静下来 又经过几位长老的安抚和劝说 场面终于恢复平静 数百人都围在神中四周 耐心等待着结果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毕竟 顶尖神亡强者的争斗 不是这些神军能插手的 时间无声流逝 一刻钟之后 神中突然缩小亿万倍 飞回道际天形的面前 巨大如天幕的黑影终于消失 方圆三万里天地 再次呈现在众人面前 当众人看清其中的景象 却是当场愣住了 只见方圆三万里都变成了焦土 大地上布满了篝祸与深坑 还残留着恐怖的神力波动 废墟上方 只有一位英俊神武的白袍青年 并无血伤的踪影 第3806章冲动的惩罚 寄天形站在废墟上空 手持葬天剑 安然无恙 而血伤却已消失不见 显然早已灰飞烟灭 彻底陨落了 这个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当年寄天形还没成为上位神王时 就能与血伤打成平手 甚至略胜一筹 如今他已是八重镜的神王 连巅峰神王都能战胜 斩杀血伤当然不在话下 甚至 他斩杀血伤时 连十方决影和蔑氏之剑 这两招底牌都没动用 之所以耗费了一刻钟 也是因为不灭金身比较难对付 若非不灭金身的防御太强 寄天形能在十招之内诛杀血伤 值得一提的是 寄天形诛杀血伤的手段 主要靠神魂攻击 普通的神通法术 很难破掉不灭金身的防御 哪怕此时寄天形已经杀了血伤 其实不灭金身只是被损坏 并未被摧毁 在收起混沌原始中之前 寄天形就已经打扫了战场 雀伤灰飞烟灭 融入这片废墟大地了 他的神格碎片 空间戒指和不灭金身 都被寄天形收尽了空间戒指 寄天形琢磨着 以后的抽时间修复损坏的不灭金身 也能当作一张底牌 毕竟 那是一剑王级极品神器啊 次卫长老 三百名血砂糖精锐 还有上百名穷骑足高手 目光扫过废墟般的战场 最后都聚集在寄天形身上 不用寄天形说什么 众人都已明白了结局 顿时 愤怒和悲伤的情绪 在人群中弥漫开来 充斥着每个人的心底 许多人的双眼冲鞋变红 浑身迸发出愤怒的火焰 散发出炽烈的杀机 更有人握紧了武器 体内神力疯狂续击 随时都准备爆发出致命一击 而三百名血砂糖精锐门 更是挪动脚步 默默地形成包围圈 将继天形围困起来 尽管场中静默无声 但气氛格外凝重肃杀 汹涌的怒火和杀意正在酝酿 很快就要爆发开来 但继天形处于暴风中心 却没有丝毫担忧 甚至 他并未把这数百人放在眼里 他神色平静地说道 不用猜了 你们的组长血伤 已经被本王杀了 刚才他对几位长老下过命令 严禁任何人插手此事 而且 他早就留下了一命 勒令穷其足的所有人 都不准为他报仇 更不能与万妖门为敌 这是血伤的命令 现在他已经死了 你们可以选择遵命行事 也可以选择抗命 众人本就满腔悲愤 他这番话无依于火上浇油 令众人更加愤怒欲狂 但他毫不在意 又继续说道 相信你们也明白 血伤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想牺牲他自己 保全穷其足的所有人 甚至 他临死之前还哀求过本王 让本王放过穷其足 因为他最清楚 本王和万妖门 想要诛灭穷其足 实在是易如反掌 不过 本王并未答应他的哀求 是否摧毁穷其足 都在本王的一念之间 当然 也要看你们的表现 既天行的语气很轻松 但然并无一丝愧疚和负罪感 也没有怒火和盛气凌人之感 就像在描述一件不相关的事 说完之后 他便持见而立 不再多言 很显然 他把选择权交给了穷其族人 只生存还是毁灭 全看他们自己怎么选择 却沙唐统领对血伤最是忠诚 听到既天行这番话 滔天怒火再也压制不住 当即怒吼起来 龙天我穷其族跟你势不两立 别人怕你何万妖蒙 本座却不怕你 有血沙唐统领带头 立刻就有几位执事 和众多族人响应 许多人都义愤填膺 愤怒若狂地咒骂着 龙天狗贼 你杀了我们族长不说 还在这里耀武扬威 真当我们穷其族都是懦夫吗 纵然战死于此 我们也绝不受你折辱 兄弟们 大家一起上跟他听了 随着阵阵怒吼 咆哮和咒骂声传出 众人的情绪和热血都被点燃了 近四百人挥舞着刀剑神兵 咆哮着杀相计天行 释放初破天盖地的刀光剑影 顿时 废墟上又起战火 杀气冲天 四位长老当场变了脸色 满腔焦急地呼喊着 想要阻拦众人 他们当然知道 这四百名族人的鲁莽冲动 并会酿成大祸 但是 他们开口阻拦已经晚了 那四百人近乎疯狂 也根本不听劝阻 眼看着 这天蔽日的刀光剑影淹没了寄天行 就在这时 战场中心漫天刀光剑影之下 作然绽放出璀璨的金色剑光 犹如烈日般腾空而起 砰砰砰 数百道神圣剑光 吸着浩荡的法则神力 在天地间绽放光芒 如烈日般普照大地 而四百名穷奇族人的攻击 就像冰雪一般 在烈日下迅速融化消散 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传出 数十名血砂糖精锐当场消失 化作漫天血雨和鸡粉 洒落在大地上 还有上百名穷奇族人 被狂暴无匹的力量震飞 七零八落地摔在废墟上 璀璨的金光之中 济天行的身影重现 奥利于高天上 他左掌打出山越大的龙象虚影 右手挥剑画出道道流星 杀向四周奔逃的穷奇族人 砰砰砰 砰隆隆 战场上一片混乱 幸存的三百多名穷奇族人 都被轰得人羊马翻 血肉横飞 阵阵惨叫声 绝望的哀嚎声不断传出 在天地间回荡着 短短几席时间 场中的穷奇族人就被斩杀近半 四位长老亲眼目睹这一切 都下得面色苍白 浑身发抖 当然 不只是惊吓 更多的是愤怒和恐惧 他们知道龙天的实力很强 堪比巅峰神王 但他们从未亲眼见过 更没资格与龙天交手 如今亲眼目睹 方知龙天竟然强悍到如此地步 别说斩杀四百名穷奇族人 就算他以一己之力 摧毁整个星云洞天 也不在话下 这一刻 四位长老忽然明白了血伤的良苦用心 他们心里本有一丝冲动 也想出手围攻龙天 但是现在 那一丝冲动的火焰 被他们强行掐灭了 他们高喊着停手 一边向济天行求饶 一边救援四散奔逃的穷奇族人 第3807章没那么简单 这场厮杀爆发的突然 结束得也很快 持习之后 穷奇族人就掩齐息鼓了 幸存的一百多名族人 都受了或轻或重的伤 聚在一起喘息着 许多人都一袍染血 长发披散 模样十分狼狈 他们怒目瞪着天空中的济天行 眼神中充满了憎恨和恐惧 却没人再敢出手 毕竟 济天行在短短几个呼吸之内 就秒杀了两百多名高手 其中大部分都是血砂糖的精锐 幸存的穷奇族人都明白 他们和龙天相比 就如同尘埃与星辰 济天行对付他们 如砍瓜切菜一般简单 纵然他们再热血 再不怕死 也没必要白白送死 次卫长老兰在他们和济天行之间 不断拱手行礼 向济天行告罪求饶 纵然他们的模样看起来很卑微 很狼狈 也很屈辱 但是没办法 这就是冲动的惩罚 若他们不低声下气的告扰 纵天行大开杀戒 整个星云洞天都要覆灭 为了大局 为了穷奇族的延续 四位长老只能忍着屈辱 全力调解求和 纵天行冷冷地看着四位长老告扰 过了许久才收起藏天剑 说道 生与死 都在于穷奇族的选择 以穷奇族的赫赫凶宁 即便本王杀光你们 毁了星云洞天 也是天经地义 不过 看在学商牺牲自己保全你们 以及你们还算逝去的份上 本王就不送你们跟饕铁族团聚了 剑他终于收剑 且答应不再吐露穷奇族人 四位长老才如蒙大赦 连忙行礼叩谢 但此事并未结束 纪天行又说道 但本王心知肚明 穷奇族人向来试鞋好杀 善争永斗狠 近日这般轻易地放过你们 终究是一桩祸患 他日肯定会与万妖门为敌 所以 为了免却今后的麻烦 咱们得立个约定 四位长老对视一眼 都明白纪天行言之有理 对此并不抗拒 在他们想来 无非就是逼他们发下毒誓 今后不跟万妖门作对而已 凭万妖门如今的声势 穷奇族躲还来不及 哪敢主动声势 所以 四位长老并不犹豫 立刻答应了 龙天 你放心 血伤族长留了一命 我们定会遵照命令 不会与万妖门为敌的 只要你能放过穷奇族 就算我们发下毒誓也没关系 龙天 我们可以发誓不跟万妖门作对 但你也要履行约定 不再为难我族 祭天行 贴了他们一眼 与其冷淡的道 事情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带本王去你们的神宫吧 四位长老争了一下 都有些疑惑 不知道 祭天行到底要干什么 不过 穷奇族 现在的处境非常被动 生死存亡 都有 祭天行掌控 四位长老 没有拒绝的资格 也没有讨价还价的勇气 只能遵命行事 于是他们带着祭天行往洞天深处飞去 那一百名狼狈不堪的穷奇族人 也只能跟着过去 不多时 众人就回到穷奇族的住处 这里群山环绕 四面八方都是重山峻岭 天地神力十分浓郁 方圆五千里之内 各座维俄山峰上 都修建了古老庄严的宫殿 穷奇族的四千多名族人 就住在两百多座宫殿和宅院中 在这片区域的中心 众多宫殿的拱位下 一座高达百丈的血色神宫最是妖眼 那是族长血伤的住处 也是穷奇族的核心 存放典籍和意识所在 当即天行和四位长老 飞到神宫上方时 四周早已聚集了大量穷奇族人 不久之前 有外敌攻打星云洞天的消息 就在族内转开了 数千名穷奇族人都被惊动 扎堆聚在一起 满腔担忧地议论着 若不是有几位得高望重的老者 和两名长老压制着 群情激愤的穷奇族人 早就浩浩荡荡地杀象出口了 此时 三千多名穷奇族人 正分成十几波 喧嚣嘈嘎地议论着叫嚷着 忽然看到既天行和四位长老归来 众多穷奇族人都安静下来 目光聚集在既天行的身上 满怀敌意地打亮着 虽然 众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众人对这个龙族青年 有着强烈的敌意和戒备 很快 那一百多名狼狈不堪的穷奇族人 也回到了神宫附近 穷奇族人看到他们的惨状 顿时发出震震惊呼 许多人开口询问 发生了什么事 那些受伤的穷奇族人 都是一脸悲愤 惭愧之色 个个都一言不发 沉重又诡异的气氛 让三千多名穷奇族人感到不安 人群中的议论声更大了 众人望向济天行的眼神 也更加的不善 充满了憎恨和敌意 还有许多胆子较大的穷奇族人 大声质问四位长老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四位长老有些犹豫 脸色颇为难看 暗中商议着该如何解释 才能安抚暴躁的族人 但他们还没商议出结果 济天行就下令道 去把所有人都叫过来 在殿前广场上集合 若有谁敢不来 就杀了吧 四位长老心头一震 脸色更加难看 却是不敢反驳 只能传令下去 在几位长老和十几名 知识的命令下 三千多名穷奇族人 不情不愿地聚集在广场上 店前广场很大 足有方圆千丈 容纳四千多名穷奇族人 一点问题都没有 众多穷奇族人的耐心 正在逐渐消耗殆尽 他们的愤怒和杀意 越来越不加以掩饰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许多人都大声咆哮着 只问着 但几位长老无法解释 既天行也沉默不言 面无表情 直到两刻钟以后 又有一千多名穷奇族人 从四面八方赶过来集合 二长老向既天行汇报道 总共四千五百六十二人 我们的族人差不多到齐了 既天行侧头望着他 冷笑道 差不多 还差多少 二长老承受着莫大的压力 额头庆出了冷汗 答道 还有十五个人 不知所踪 呵呵 不知所踪 既天行冷笑道 星云洞天一直封闭着 他们根本出不去 既然没找到人 那肯定就是躲起来了 不过没关系 稍后本王再去处置他们 第三千八百零八章集体历史 二长老当然明白 既天行所说的处置是什么意思 他更清楚 那擅自逃离的六个青年高手 都只有神军镜的实力 对龙天而言 诛杀那六个青年高手 和年死几只蚂蚁也没什么区别 但是此刻 二长老根本没多余的心情 为那六个人担忧 他更担心的是 龙天让所有穷奇族人聚集在广场上 到底想干什么 不等他多想 就看到龙天浑身迸发出 镇压天地的神威 朝广场上笼罩下去 刷 刷时间 四千多名穷奇族人都脸色煞白 身躯扣楼的低下头 露出浓浓的畏惧之色 所有的咆哮 质问何一论声 都戛然而止 前一刻还是喧嚣不堪的广场 此时竟变得落真可闻 尽管 许多穷奇族人对此感到屈辱和愤怒 但是在恐怖的神威之下 众人连头都抬不起来 更发不出一点声音 紧接着 就听到纪天行语气冰冷地说道 你们的族长血伤 已经被本王杀了 他临死之前 留下了一命还是和之前一样的话 在洞天出口处 他已经说过一次 此时 当着穷奇族所有人的面 他又说了一次 结局也是相同的 四千多名穷奇族人都如遭雷疾 听闻血伤被杀的恶号 都悲愤交加 露出无比憎恨怨毒的眼神 若眼神能杀人 几天行早就被千刀万剐了 但他丝毫不惧 也无视了众人杀人般的眼神 语气淡然地道 为了避免以后的麻烦 现在你们所有人都要当场立下誓言 当然 要不要立下誓言 选择权在你们手上 你们可以反抗 他的话刚说完 就有十几名神军进的高手 拼尽全力地挣脱威压 愤怒地咆哮道 龙天 我们与你是不两立 你这该死的混蛋 杀了我们族长 我们要你偿命 大家别怕 我们所有人联合起来 一定能杀了他 那十几名高手情绪激动 愤怒欲狂地咆哮着 季天行只是表情默然地 瞥了他们一眼 轻轻抬起右手 打出十几道金光 下一杀 就听到砰砰砰的闷响声 接连爆出 那十几个神军高手 就在所有人的面前 怦然爆炸 变成了一蓬蓬血雾 突如其来的死亡 和浓烈的血腥气 极大地刺激了四千多名穷旗族人 许多人更加愤怒 壮弱疯狂地咆哮起来 目光愿赌地冲向季天行 甚至 还有很多高手都怒吼着现出原形 以穷旗真身爆发出最强的力量 向季天行发起进攻 季天行面不改色 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再次抬手打出数十道剑光 羞羞羞 璀璨的金色剑光破空飞出 下一刹那几十个穷旗族高手 就怦然爆炸成血雾 散落在众人的身上 整整四十六个神军进高手 暴怒之下都迸发出了最强的力量 结果 依然挡不住即天行一招 被他轻描淡写地秒杀了 且尸骨无存 连点渣子都没剩下 如此震撼人心的一幕 令死千多名穷旗族人都满腔金剧 吓得魂不附体 一时间 广场上的咒骂 咆哮声减弱许多 无数人猙獰的表情 怨毒的眼神 也变成了深深的恐惧 他们身为穷旗 自然是嗜血好杀 且极有血性的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无所畏惧 可以无视死亡 血淋淋的现实告诉他们 眼前这个龙天 强大到无法想象 绝不能忤逆 龙天屠戮他们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般简单 于是 很多穷旗族人都压下满腔悲愤 老老实实地待在原地 不敢妄动 虽然 还是有一百多名不怕死的铁头娃 继续咆哮着冲向济天行 但几位长老和十几名知识们 都满腔焦急地冲过去 将他们赶回广场上 等安抚下来的就安抚 实在安抚不了的 只好当场打晕过去 才能让他们安静下来 当然了 还是有三十多个穷旗族人 和不畏死地冲出广场 杀向济天行 但他们的结局 跟之前那些穷旗族人一样 都被济天行抬手秒杀 化作血物消散掉 经过惨烈的毒打之后 剩下的四千多人终于老实了 在绝对强悍的武力下 他们只能无奈地任命 将所有屈辱和悲愤都压在心底 几位长老和众多执事们 趁机安抚众人 并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总而言之 广场上闹腾了片刻 又恢复安静 既天行这才拿出几块预解 交给四位长老 吩咐道 这里是诗言的范本 多复制一下发下去 每个人都要照着念一遍 四位长老都有点蒙 面面相去 只是发誓不跟万妖蒙作对罢了 一句话的是 还需要范本吗 但他们不敢忤逆记天行的意思 连忙接过预解 动手复制预解里的内容 当他们看清诗言范本的内容之后 又一次傻眼了 这时他们才明白 难怪这种诗言需要范本 总共二十多条细则 五百多个字 一般人还真记不住 四位长老的办事效率很高 很快就把诗言范本复制了十八份 分别交给十八名执事 接下来 他们和十八名执事站在天空中 指挥广场上的穷奇族人 挨个来宣读誓言 第一批被迫发誓的 二十二个穷奇族人 拿到预解 看到誓言内容之后 表情都十分精彩 聪明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天道誓言 且非常严禁详细 没有一丝遗漏 若真是发下了这种誓言 那他们这辈子都别想对万妖蒙不利 不管明面上 暗地里 哪怕拐弯抹角的对付万妖蒙 都不可行 甚至 心中起了对付万妖蒙的念头和想法 都有可能招致天罚 这 太恐怖了 但记天行就在天空中盯着 没有人敢拒绝发誓 忤逆记天行的下场 众人都看得很清楚了 于是 那二十二个穷奇族人沉默了一阵之后 都怀着悲壮 屈辱的心情 开始宣读誓言内容 很快 让数千名穷奇族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当那二十二人宣读了誓言之后 他们周身都亮起了五彩神光 涌现着丝丝缕缕的道运 有股无形的天道力量 笼罩着广场 让所有人都感到惊恐惊畏 第三千八百零九张龙帝归来 二十二个穷奇族人发誓时的道运和景象 没法与战精神王发誓的场景相提并论 就连天道力量的波动 和道运缭绕的景象 也显得不弱 渺小很多 记天行猜测 这种差别应该跟这些人的实力境界有关 像战精神王那样的巅峰强者 天道当然会给予更多的关注 而像眼前这些穷奇族人 天道能生出些微感应 已经很给面子了 若不是记天行给的誓言范本够严谨 够正式 恐怕这些穷奇族人很难引起天道的反应 第一批穷奇族人发誓的景象 震撼了四千多名穷奇族人 让众人心中更加敬畏 虽然广场上依旧安静沉闷 但明显能感觉到 众人的反抗情绪低落了很多 接下来 第一批发誓者回到原位 第二批穷奇族人飞上天空 宣读预检里的天道誓言 既天行站在广场上空 神色漠然地望着这一切 随着时间流逝 一批又一批穷奇族人立下天道誓言 引发五彩神光和屡屡道运 广场上空的天道力量越来越浓郁 让众多穷奇族人也越来越敬畏 今天的天道 有点忙 总体上来说 穷奇族人集体发誓这件事 进行的比较顺利 绝大多数穷奇族人 都被既天行的神威震哲 只能老老实实地发誓 但还是有几个想不开的穷奇族人 很固执地拒绝发誓 这几个人 要么是太年轻热血 要么是年龄太大 族内得高望重的老者 拉不下脸面 总之 既天行没有多余的废话 直接将他们秒杀了 经过这些小插曲之后 接下来的事就更加顺利了 饶是如此 带死千多名穷奇族人挨个发完事 也是三个时辰之后了 既天行全程监视着 确保没有一个人漏掉 带那十八名执事和四位长老也发了事 他才转身离开 剩下的事 自然是交给那些长老和执事们 数千族人的怨气太大 他们还需好好解释安抚才行 既天行并未离开星云洞天 又在洞天里搜查了一圈 那六个提前逃跑 躲藏在各处的穷奇族高手 也被他揪了出来 直接杀掉 处理完这些事 他才离开星云洞天 而星云洞天遭此劫难之后 势必要动荡几天才能安静下来 同时 穷奇族失去了族长和大批精锐 往后千年都无法恢复元气 有天道誓言的约束 纵然在过几万年 穷奇族发展壮大了 也不可能对万妖蒙不利 当然 穷奇族是上古最足 能不能撑到几万年以后还很难说 就算万妖蒙如今是大 几万年后还存不存在也是未知数 至少 最近几千年之内 穷奇族是翻不起什么浪花 也威胁不到万妖蒙了 与此同时 星云大陆的最南方 临近无边天海的一处海岛上 刷刷刷 十几道耀眼夺目的神光 从高天上降落下来 落在怪石灵循的海岛上 神光练去之后 献出十八道相貌各异的一族神灵 这十八名实力强横 细细深不可测的神灵 都是神王静的强者 但他们并不是妖族 而是一些龙剑没有的一族 有浑身蓝色皮肤 头顶长触角的一族 有体型矫健 宛若精灵般美貌高贵的一族 还有上半身是人 下半身是白色天马的一族 更有身躯如一团黑烟 汹涌变幻 外形不定的奇怪一族 总而言之 十八名神王强者 竟然可以分成七个种族 这十八名神王集合起来 对视一眼 船音交流了几句 便一起往海岛中间的乱石堆飞去 这座海岛表面看似荒芜 连海兽飞鸟都不肯驻足 但实际上 早在一个月之前 他们就在海岛内部 建造了一座石洞 将其打造得如同宫殿一般 而那座隐蔽的宫殿入口 就在乱石堆中 十八名神王来到乱石堆中 有人施展神术 开启了入口的阵法 很快 一道白色的空间之门出现 十八名神王鱼贯而入 片刻之后 他们便出现在海岛内部 地底千丈深处 众人穿过一条人工开凿的通道 进入一座灯火通明的石洞 石洞虽然是临时开凿的 却布置得富丽堂皇 神光闪耀 中间最宽阔的石洞 便是他们和主人的义石大殿 大殿两侧的岩壁上 开凿了二十多个石洞 那是众人修炼所需的密室 当十八名义族神王踏入大殿时 早有七位实力更强的神王强者 在义石大殿中等候着 其中实力最强者 是一位身穿金色长袍 头戴华贵神冠的中年男子 那人体型高大魁梧 相貌堂堂 额头还有一根金色肌脚 浑身散发着绝顶强者的威严气息 显然 这是一位龙族的巅峰神王 若有星园大陆的强者在此 并能认出来 此人正是大陆之主 金园龙帝 金园龙帝坐在神经相遇的宝座上 另外六名异族神王 站在宝座前方的台阶下 这六个异族神王的实力更强 各个都是上位神王 甚至 其中有一名身穿紫袍 头顶有两根鹿角的老者 更是达到了神王近九重 尽管这些异族神王来自不同的种族 且各个都桀骜不寻 但他们对金园龙帝 却是俯首称臣 十分恭敬 属下参见龙帝 十八名异族神王踏入大殿 一字排开 整齐画一的行礼 金园龙帝面无表情 眼底深处藏着画不开的忧虑和怒意 他对众人唯唯汗手道 诸位免礼 且说书此行的结果吧 于是 十八名异族神王里走出六个人 依次汇报消息 启禀龙帝 我们去安兰域调查了数日 才发现玄天宗已经被摧毁 人都被杀光了 齐炳龙帝 我们在七指玉调查的结果也一样 其实宗族在半年前被灭 侥幸活下来的人也逃离星园大陆了 齐炳龙帝 带六名异族神王会报完毕之后 金园龙帝的眉头狠狠皱起 脸色更加阴逸了 这六家势力 都是本帝当年的心腹重臣 着重培养的对象 本帝之前还想不明白 本帝归来 给他们发了传讯 为何他们没有一点反应 没想到 果然被本帝猜中了 该死的万妖蒙 早就把他们灭了 第3810章六颗案期 毫无疑问 金园龙帝在一个月前 就回到了龙界 但是 他并没有像黎明百姓 想象的那样 直接降临星园大陆 然后他正比高呼着 向万妖蒙复仇 就有万民回应 无数强者跟随 那只存在于幻想中 现实里不会发生 尽管他是执掌大陆的霸主 两万多年来 威信深入人心 但如今的天变了 星园大陆的风向也变了 早在金园龙帝归来之前 万妖蒙就暗中 做出了许多部署 改变了明星和舆论 也铲除了玄机动天的 很多暗招 后手 金园龙帝当然不是鲁莽之辈 本体还在玉外星空时 他就得到了玄机动天 被攻占的消息 所以 他从玉外星空赶回龙界复仇 便随身带回了 一大票高手和强者 大殿里的24位异族神王 全都是他在玉外星空招揽 收服的心腹干将 尤其是 那名身穿紫袍 头长一双鹿脚的老者 更是某个星域的霸主 也被他用各种手段收入麾下 这九百多年来 金园龙帝在玉外星空 也经营了强大的势力 绝不是游历观光那么简单 除了这24位异族神王 金园龙帝的神剑之中 还有一方小世界 里面豢养了上千名精锐的神军高手 即便他拥有了这支强大的异族力量 回到星园大陆后也没有公开露面 他躲在南海的这座荒芜海岛中 现传讯联系了对他最忠诚的六家势力 结果 他苦等了半个月 那六家势力也没有回复消息 他派出的18名异族神王 确实在星园大陆上打探到很多消息 基本都是关于玄机洞天和万妖蒙的 通过那数以千计的消息 金园龙帝将其归纳总结之后 便了解到事情的详细经过 同时 他也猜到了万妖蒙的后手准备 于是 他更加坚定决心 不召集到足够忠诚的旧部 不会具足够强大的力量 就不会轻易露面复仇 既然那六家势力没回训 他只能派遣18名异族神王 亲自赶往那六家势力探查消息 调查真相 可惜这18个异族神王 对星园大陆并不熟悉 形势都有不变 整整半个月了 他们才完成任务 回到海岛禀报结果 金园龙帝的心情很糟糕 胸腔中憋着一股汹涌生疼的怒火和杀鸡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异式大殿里的气氛 也变得极其沉闷凝重 18名异族神王安静地站着 不敢多嘴 倒是那六名尚未神王 都露出愤怒 担忧和思索的表情 开始为金园龙帝想对策 片刻后 围首的紫袍 鹿角老者 落着棕色的胡须 开口问道 龙帝 你执掌心园大陆两万多年 暗中培养的心腹势力 应该不止那六家吧 金园龙帝压制着怒火 不愿让心腹们看到自己暴怒的一面 因为 那代表着他愤怒 却有无能为力 肯定会让心腹们失望 当然不止 虽然本地麾下的势力和强者 都被万妖蒙覆灭了 就连本地埋下的六颗棋子 也被万妖蒙清除了 但是 本地当年埋下的棋子有十二颗 还有六颗隐藏的更深 一直以来 星园大陆风平浪静 所以那些棋子也没有动用 六颗明面上的棋子被拔了 但另外六颗岸地里的棋子 应该是还在的 听到这番话 陆角老者和五名上尉神王 明显松了口气 眉头都舒展开来 金园龙帝不在坠树 在空间戒指里翻找了一阵 才找出六眉颜色各异的特质欲解 这六眉造型古仆 纹路复杂的特殊欲解 正是他与六颗岸齐联系的传讯欲解 那六颗岸齐指认这些欲解 外人根本不知道 他们与金园龙帝的关系 金园龙帝往六眉欲解里输入讯息 依次发了出去 做完这些 他便安静地等待着六颗岸齐回讯 大殿里陷入极境 时间无声地流逝 整整过了半个时辰 才有一道紫色流光从天而降 飞进意识大殿中 落在金园龙帝的面前 金园龙帝伸手接过紫色欲解 以神是读取里面的信息 看完欲解里的内容 他表面不动声色 但眼底闪过一抹欣慰之色 心里也松了口气 那六颗岸齐是他最忠诚 最隐蔽的底牌 若是也出了意外 对他而言绝对是个沉重的打击 幸好 目前看来一切正常 没过多久 又一道绿色的神光飞进大殿 落在金园龙帝的面前 陆续又有四道颜色不同的欲解 也都飞了回来 事实证明 那六颗岸齐都未被万妖蒙发现 而且 在万妖蒙攻占玄机动天之后 他们形势更加谨慎 隐藏得更深 他们一直直扶着 养金蓄锐 等待着金园龙帝归来 如今 他们总算等到了 虽然 陆角老者和大殿里的二十多位神王 都不知那六眉玉简里的内容 但见金园龙帝的神色平静 眉头舒展 便知是好事 如此一来 金园龙帝掌握的力量更强大 众人助他夺回玄机动天的把握 也会更大一些 当然了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有那六颗暗旗的跟随 刨腿送信 打探消息这种事 自然不会再落到他们这些神王强者的头上 大殿里的二十多位神王 实力最弱的也有神王近五众 在域外星空中 他们可都是掌控一个个世界 不知经历过多少杀伐征战的强者和霸主 来到龙界了 却要做刨腿打杂的事 未免太屈才 收拾东西 除掉痕迹 出发 金园龙帝收起六枚 特制欲解 心中已有定夺 便站了起来 发出命令 二十四位神王等着一刻 已经等了一个月 自然不会有半点迟疑 众人立刻分散开来 收拾东西的收拾东西 清除痕迹的清除痕迹 又过了一刻中 这座临时开辟的山洞 就变得毫无价值 没留下任何有用的线索 众多神王强者又回到大殿 聚集在金园龙帝的面前 金园龙帝带着众人离开 飞到海岛的上空 然后 他寄出一艘王级上品的神剑 载着众人向北方飞去 第3811章联手破阵 金园龙帝的神剑 在大陆南方穿行了数日 辗转六个狱 神剑的速度够快 且十分隐蔽 是以散布在大陆南方的 万妖蒙密探和眼线 并未探查到这艘神剑 7日之后 神剑从六个狱 接走了六批精锐高手和强者 这六批人马各有特色 有的是名门望族 有的是影视宗门 有的是江湖势力 在世人看来 他们各自有靠山 不成派系 怎么都联系不到一起去 但实际上 他们便是金园龙帝 当年埋下的六颗暗旗 每颗旗子都很低调 不显山露水 哪怕呈现给世人看到的势力 也只是冰山一脚罢了 若他们展现出 真正的势力底蕴 却比每个狱的狱主府都强几分 而现在 这六颗暗旗 回应金园龙帝的召唤 齐聚在神剑之中 将要履行他们的使命 六家势力 共计中卫神军两千人 上卫神军一千人 下卫神亡五十个 中卫神亡三十个 上卫神亡六个 当他们进入神剑之后 金园龙帝麾下的力量 便翻了一倍有余 纵然与万妖蒙正面开战 也没什么问题了 但是 金园龙帝并不打算这么做 他要先赶往天赫山 看看玄机动天里 自己的万事基业 如今是何等模样了 之前 他麾下的异族神亡 打听到了一些消息 据说 万妖蒙的将士都退回万妖城 只剩龙天手在玄机动天 世人皆知 龙天是在等他 要与他决一死战 得知这个消息时 金园龙帝便轻蔑地冷笑了几声 如今 他就要前往玄机动天 满足龙天的心愿 他倒想看看 这个近几年才崛起的后起之秀 究竟唱狂到何等地步 竟敢挑战他这位万事霸主 持天后 天鹤山巅 这座万丈高峰依然完好无损 山巅矗立在白茫茫的云海中 依旧仙气飘渺 就连山巅的巨石雕像 地面雕刻的阵法纹路 也没有丝毫损坏 山巅的正上方 那一轮巨大的明月仍然悬挂在天空中 缓慢地转动着 但隐约能够看到 皎洁的明月里有九道纵横交错的浅痕 犹如河流般缓缓流动 刷 一艘神剑自南方飞来 落在天鹤山巅 身穿金袍 头戴神冠的金元龙帝 率先走出神剑 站在天鹤山巅 紧接着 以陆脚牢者为首的十二名上位神王 以及四十八名中位神王 也依次踏出神剑 站在金元龙帝的身后 众人都顺着金元龙帝的目光 望向天空中的明月 以六十名神王强者的眼力 自然能看得出来 那轮明月有些奇怪 金元龙帝皱起了眉头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道果然不出本地所料 那个小畜生 真的改了洞天入口的大阵 路脚牢者盯着明月观察片刻后 语气平静地道 不过是一座王级上品神阵罢了 即便用了些心思 阵法重重相叠 也只能给我们制造一点麻烦 却终究拦不住龙帝陛下 若他只有这点手段 那倒要叫本帝失望了 金元龙帝冷笑一声 他回头看了看身后的六十名神王 自嘲一笑道 对付一个尚未成名的后辈而已 本帝竟然带了这么多神王来 未免可笑 路脚牢者心平气和地劝说道 苍蝇薄兔尚需全力 那小子当然不是龙帝陛下的对手 但我等的存在 只是为了防止他耍什么阴谋手段 金元龙帝不再多言 指着那轮明月 下令道 一天之内 攻破那座神阵 路脚牢者拱手一礼 道 尊命 全集 他带着众多神王强者飞上高天 散步在明月的四周 路脚牢者掌控全域 观察九区天河大阵 思考破解之法 十一名上尉神王和四十八名中尉神王 也纷纷施展神通 研究封印大阵的奥妙 众人集思广义 传音交流 讨论了一刻钟 便确定了破阵的方向和方法 依然是路脚牢者主持大局 指挥十一名上尉神王 调遣四十八名中尉神王 在他的安排下 众多神王强者都按阵型排列 有节奏秩序的施法 开始联手破阵 金元龙地站在高天上 神色默然地望着这一切 脑海里默默思存着接下来的计划 随着时间流逝 破阵之事有条不问地进行着 路脚牢者果然不愧是九重镜的神王 实力抵运比起当初的无星战龙王 还要高出一个层次 在他的主持下 数十名神王齐心协力 将九区天河大阵一点一点破除 众人都能清晰地感应到 施加于明月上的九条天河浅痕 正在逐渐淡化 力量也在快速衰弱 但是 众人破阵的速度仍斜慢了 基本不可能在一天内完成 当时间来到深夜 一天的期限也过了大半 可是破解大阵的进度 才完成一半 金元龙地明显有些不悦 皱起了眉头 路脚牢者善于察言观色 立刻就看出龙地心里不舒服 连忙抽空飞到金元龙地身边 小生请罪 解释道 请龙地毕下恕罪 我等有来自域外的 也有来自各家势力的 彼此太过陌生 配合起来没有默契 这才导致破阵速度缓慢 金元龙地瞥了他一眼 冷笑道 不用找这些借口了 你就是怕本地心中恼目 才不敢说出真相 而真相就是 龙天纳的小畜生的阵道造一颇高 他所布置的这座大阵 哪怕只是一座王级上品神阵 却不输于极品神阵 这 路脚牢者善笑了一下 并不多言 没办法 实话都让你说了 我还能反驳不成 金元龙地又语气低沉的道 难道在你们眼里 本地就是这般刚愎自用 不肯正视现实的人 路脚牢者连忙摇头 当然不是 龙地陛下心胸广阔 眼界高远 金元龙地摆了摆手 面无表情的道 不必多说 本地亲自出手 也和你们一起破阵 路脚牢者当然不会拒绝 连忙跟着金元龙地飞回天空 继续施法破阵 有了金元龙地这位巅峰神王的加入 破阵效率大大提升 速度加快了一倍 第3812章等他回来送死 终于 在一天期限结束时 九区天河大阵被众多强者破开了 缠绕在明月上的九道天河浅恒 全部都消散了 随着弄插一声催响 九区天河大阵被撕开一道缺口 扩张到三丈方圆 路脚牢者和众多神王又联手施法 加过了那道缺口 使之无法愈合 随后 金元龙地才带着路脚牢者和众多神王 穿过大阵的缺口 踏入皎洁的明月之中 刷 白光一闪 众人的身影陆续被吞没 下一杀 众人依次进入玄机洞天 跟着金元龙地向前飞行 金元龙地飞行的速度并不快 从天空中飞过时 目光和神势扫过四周 观察洞天里的情况 入口处的末盘神势早就被毁了 方圆几万里都成了废墟 大地上依旧残留着篝祸与深坑 哪怕时隔一年之久 仍能感应到这片废墟上 残留着混乱的神力气息 某些深坑和废墟中 还能看到金龙卫的铠甲和武器碎片 虽然四周空荡荡的 异常安静 但金元龙地看到废墟和大地上的痕迹 依然能想象到当时大战的惨烈景象 他的面色变得越来越阴寒 眼神也愈发冰朗 胸腔中有怒火和杀气在燃烧 路角老者和五十多位神王们 都感应到金元龙地的怒意和杀鸡 心情也变得沉重 众人浩浩荡荡地飞过天空 根本不掩饰自身的气息 直奔洞天深处而去 沿途所见 竟是支离破碎的大地 凌乱不堪的废墟 那一道道巨大的篝火 幽深的巨坑 仿佛在向众人诉说着 当时参与大战的人数之多 战况之惨烈 哪怕路角老者和五十多位神王们 都没在玄机洞天生活过 更不认识那些金龙卫 但他们依然会感到沉重 压抑和悲愤 至于玄机洞天的主人 金元龙地 更是悲愤无比 双眼都变得血红了 终于 半个时辰之后 众人在一片方圆十万里的 废墟上方停了下来 这片废墟格外凌乱 残留的神力气息格外浓郁 懒地的深坑 篝祸和黄沙 显示这里才是大战的主战场 而沉默不言的金元龙地 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悲愤和怒火 仰天咆哮道 龙天 万妖蒙 本地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 错骨扬灰 犹如红中般的怒吼声 在天地间回荡着 震得众人耳膜生疼 但众人都能理解金元龙地的心情 也能猜到这片废墟层 是金元龙地的神功所在 果不其然 金元龙地指着十万里废墟 对身旁的几位神王说道 这里曾经有一座山脉 叫做金龙山脉 它是本地耗费数年时间 汇聚上千条山脉 用心炼制而成的超级神脉 它为恶雄壮 神圣霸气 且能汇聚整个洞天的神力 乃是世间一等一的修炼圣地 在这座金龙山脉上 本地麾下的将士和工匠们 耗费了数百年的时间 陆续建造了上千座宫殿 楼宇和宅院 这里有最金碧辉煌的神功 有最隐蔽坚固的密室 还有最典雅的景致 美轮美奂的建筑和园林 而如今 万妖蒙的畜生们摧毁了一切 金元龙地的语气低沉 面色痛苦猙獰 众人都能感受到 他是何等愤怒与痛心 对万妖蒙又是何其憎恨 路角老者微微汗手 面容索然地说道 陛下放心 万妖蒙的逆臣贼子 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举 必将遭到天谴 这句话里的意思 无疑将金元龙地捧成了天 而将万妖蒙定为乱臣贼子 金元龙地的心情贫富许多 但还是咬牙切齿的低吼道 不 本地要在他们遭到天谴之前 就把他们错骨扬灰 另一名尚未神王 连忙鞠躬行礼 道 无等定然竭尽全力 让龙地陛下如愿以偿 金元龙地不再发泄情绪 大手一挥 下令道 分成六支队伍 搜查整个玄机洞天 把龙天找出来 路角老者连忙着手安排 将59名神王分成六队 派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搜查 带六支队伍离开之后 路角老者留下来陪着金元龙地 身旁没有别人 只有以为心腹的路角老者 金元龙地才叹息道 虽说战火之下 家园净毁 是在所难免的事 可龙天那个畜生 还是太狠毒了 竟然把本地精心打造的神功 摧毁得一前二进 纵然本地摧毁万妖蒙 重新夺回玄机洞天 也要耗费几百年时间 才能恢复当年的圣景 路角老者微微欠身 安慰道 龙地陛下放心 届时您重掌星元大陆 不知多少能功巧将 都会自愿为您重建神功 而且您执掌大陆两万多年 才出现万妖蒙这一个艺术 经此一世之后 接下来的几万年 肯定再无哪个势力 敢挑战您的威严 不管多强大 多狂妄的势力 万妖蒙的下场 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些话都说到了 金元龙地的心坎里 他的情绪果然贫富很多 随后 两人又聊了一些杂事 谈到今后的重建计划 不知不觉 一天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那六支搜查即天行的神王队伍 也陆续回到金元龙地面前 禀报搜查的结果 启禀龙地陛下 未能搜查到龙天的踪迹 启禀龙地 我们所负责的区域 一无所获 启禀 六支队伍负责不同的区域 一天时间就搜遍了玄机洞天 但很可惜 他们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 并未找到龙天 金元龙地顿时皱起眉头 脸色阴沉地问道 龙天并不在玄机洞天 之前你们打探到的消息 是假的 一名尚未神王连忙点头 趁机拍马屁 龙地缅下言之有理 龙天算什么东西 怎敢孤身一人守在这里 等待龙地缅下归来 以属下看 肯定是他故意放出假消息 以此蛊惑明星 而实际上 他早已逃离玄机洞天 躲回万腰城了 路角老者沉吟天客 却摇摇头道 消息倒也未必是假的 那龙天实力不俗 就算悄然离开玄机洞天了 也无人知晓 战时离开了 金元龙地挑了挑眉头 冷笑道 那我们就守在此地 等他回来送死 第3813章活跃的像个假龙地 听到金元龙地这句话 众多神王便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是要在玄机洞天内 扎银安顿下来 再布置陷阱和埋伏 等龙天来自投罗王 几位心思灵活的上位神王 迎合龙地的心思 立刻就要安排麾下之人 建造行宫 供金元龙地站住 但路角老者却连连摇头 向金元龙地劝谏 龙地陛下 此举不妥啊 众多神王的目光 都聚集在路角老者的身上 金元龙地也看了他一眼 问道 有何不妥 路角老者落着宗寺胡须 不疾不徐地解释道 老夫能理解陛下的心情 既已回家 自然不愿再离开 甚至还想着手重建家园 但是 这里已经空无一物 并无盘缓站住的价值 再者 万妖蒙这个大敌尚未除掉 我们留在此地便会处境被动 本来我们的优势在于暗处行动 进退由心 灵活多变 若是留在这里 便是将我们摆在了明处 那主动权又要回到万妖蒙的手中 听闻此言 金元龙帝皱眉思寸着 权衡着其中的利弊 许多神王也觉得有道理 忍不住点头附和 金元龙帝确实有些堵物思救 怀念昔日神功的景象 才动了留下来的心思 如今听了路角老者的劝说 也觉得很有道理 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好 那就以你所说 我们退出玄机洞天 继续在暗中行动 金元龙帝点头表示赞同 与其威严帝说道 相比起重建家园 铲除万妖蒙才是当务之急 接下来 本帝会继续联络中心的势力 扩大本帝的势力班底 同时 你们还要多方打探消息 密切关注万妖蒙的动向 待我们杀进万妖城 摧毁万妖蒙之后 本帝再亮明身份 向一万万子民们宣告结果 对于接下来的事 金元龙帝心里早就有了计划 众多神王也觉得可行 都纷纷称赞龙帝英明 星元大陆的西北方 清雪域境内 藏天剑正如一抹黑光 在高天上急驰而过 直奔万妖城的方向而去 当即天行离开星云洞天时 本想回到玄机洞天 继续闭关修炼 等待金元龙帝归来 但他在赶路的过程中 忽然心生警觉 于九区天河大阵产生了感应 通过他留在大阵中的阵法 他能清楚地感应到 金元龙帝回来了 而且 金元龙帝还带了 那数十名神王强者 正在破解九区天河大阵 那数十名神王强者从何而来 又是什么身份 什么实力境界 既天行也无法探查到结果 但他非常肯定 金元龙帝已经回到星元大陆 却连一丝风声和消息都没传出 由此可见其城府之身 可能隐忍 即是如此 那金元龙帝定是有备而来 麾下已经聚集了足够强大的势力 有资格铲除万妖萌 想到这一点 既天行立刻改变主意 不再前往玄机洞天 掉头赶向万妖城 他孤身一人 若是前往玄机洞天 与送死无意 当务之急 他要赶紧返回万妖城 做出相应的部署和防备 准备迎接金元龙帝的反扑 于是 他在赶回万妖城的途中 便以传讯给内务总管和左右护法 告知了金元龙帝归来之事 同时他还在传讯之中 询问了罗侯神王的归旗 之前他曾传讯问过内务总管 得知罗侯神王很快就要回到龙界了 算算时间 如今罗侯神王也该回到星元大陆了 没过多久 内务总管和左右护法 都给季天行发回了传讯 早就一年前 万妖蒙就收缩防御 集结了精锐力量 在万妖城周边部防 只等着金元龙帝归来 所以 如今则文金元龙帝回来的消息 万妖蒙也不会慌乱 一切都按计划形式 有条不问的改变阵线 加固防御圈 万妖城的冷静应对 让季天行略感安慰 但是 内务总管给他的回信 却让他直皱眉头 既疑惑又担心 内务总管告诉他 罗侯盟主确实回到龙界了 但并未回到万妖城内 甚至 这几天罗侯盟主还失去了消息和联系 不知道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消息 让季天行的星提了起来 愈发担忧和焦虑 就连返回万妖城的脚步 都加快了三分 罗侯神王仍未归来 他必须尽快赶回万妖城 亲自坐镇 唯有如此 不久后 金元龙帝律兵杀来 万妖城才能抵倒 龙界的无尽天海中 也坐落着五座大陆 若是将整个龙界的地形 呈现在一张地图上 便可看出星元大陆位于正中间 另外四座大陆 分别位于星元大陆的东南 东北 西南 西北四个方向 五座大陆之间并不相连 彼此间隔了广阔神秘的天海 若非神王强者 难以跨越 在星元大陆的西北方 无尽天海的另一端 有一座同样广袤 富饶的大陆 叫做黑龙大陆 这里是黑龙族的起源地和故乡 自上古之后 这座大陆便被黑龙地掌控 迄今为止 两万多年间 黑龙大陆经历了很多动荡 霸主之位却始终稳如泰山 其他大陆的霸主 一向神秘低调 经常几百上千年不露面 但黑龙大陆不一样 这位黑龙帝是个异类 他很少闭关修炼几百上千年 几乎每个百年时间 就会在天下人的眼前录一次面 他经常会干一些不符合霸主身份的事 惹得黎明百姓们议论 比如 化身贵族公子游历大陆 杀父济平为民深渊 又比如 带着三五个心腹易容乔装 为服私访 在民间处处流行 上演一段又一段感人的姻缘大戏 这个爱好 导致他的后宫里妻妾如云 子嗣多到能组成一支千人队 还有 他经常会假扮得高望重的老神仙 去民间点拨那些天赋杰出 却身份评为的寒门子弟 总而言之 这位黑龙帝觉得什么是有趣都要试试 从不在意自己的霸主身份 整座黑龙大陆 都充斥着他的身影和传说事迹 他活跃的简直像个假龙帝 第3814章最不像龙帝的龙帝 黑龙帝的洞府 在赫赫有名的繁星洞天之内 这座风景归立 资源丰厚的洞天 位于黑龙大陆的东边 方圆百万里的繁星洞天 就如同一颗巨大的透明的水晶球 依附在龙界的空间壁垒中 置身于繁星洞天内 脚下是白茫茫的云海 以及龙界的蔚蓝天空 而头顶是幽暗的玉外星空 还有一万颗星辰光点 数不清的银色星河 如此特殊的环境 跟饕贴族的世心洞天有点像 但这座繁星洞天的地域更广阔 风景也更绚丽 资源也丰厚了数十倍 世心洞天内竟是荒漠与荒原 夹杂着大量荒山 内里藏着星辰矿脉 繁星洞天却并非如此 这里有青山绿水 有万木花草 无比浓郁的星辰之力 从古道经滋养着这座洞天 使得很多山脉变成了银色的星辰之山 而充沛到令人发指的神力 还会凝聚成神叶 时不时下一场大雨 那些神叶汇聚而成的雨水 便在洞天里流淌 最终会聚成五彩斑斓的河流与湖泊 毫不夸张地说 繁星洞天内处处都是天才地宝 随便在山里挖几块石头 拿到龙界都是价值连成的宝石 神域 放眼整个黑龙大陆 也没有哪座洞天福地 能与繁星洞天相提并论 甚至 在整个龙界的上百座洞天福地中 繁星洞天的绚丽和丰厚资源 也是数一数二的 这也是黑龙必引以为傲的事情之一 此时 繁星洞天的深处 一座神圣辉煌的流金宫殿中 上百名身穿金甲的黑龙族侍卫 牢牢把守在某座神宫的四周 宽阔奢华的神宫大殿里 气氛静命而祥和 大殿里只有两个人 正在一张玉岸的两侧相对而坐 玉岸上摆放着九种珍稀的神果 一壶极品的神魂玉茶 还有一尊古仆的青铜香炉 冒着沁人心脾的鸟鸟青烟 端坐在玉岸南侧的 是一位身材高大 面容瘦学的黑袍老者 他有着一头紫黑色长发 细细阴沉冰朗 双眼呈紫色 细看之下竟有九重瞳孔 层层叠叠 显得格外神秘和怪异 若有万妖蒙的长老在此 并能认出这个子同老者 便是他们的罗侯盟主 此时万妖蒙的长老和护法门 都是满腔交集 失去了盟主的踪迹和消息 却没人能想到 他们的盟主大人 竟然在黑龙大陆的 繁星洞天里喝茶 坐在罗侯神王对面的 是个身着红色长袍的中年男子 他不像罗侯神王那样端坐着 而是姿态狂放地斜躺着 一只手撑着身子 另一只手端着茶中细挺 红色长袍也丝毫不整齐 歪歪斜斜地罩在身上 领口还牵扯着 就连他的满头黑法 也是散乱地披着 盖住了额头的龙脚 头顶上没有法剂和浴冠 只简单地扎了根马尾边 显得格外不修边幅 嗯 用文雅典的词汇来说 这叫洒脱不羁 玩世不恭 尤其是 凌乱的刘海之下 是一张英俊到有些妖艺的脸庞 更添几分说服力 这位英俊潇洒 放浪行骸的龙族中年男子 正是黑龙大陆的霸主 那位不干正式的黑龙弟 不干正式这一点 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蛇夫 你忙活了几百年 你家老头的尸骨还没找到 黑龙弟年起一颗神果丢进嘴里 嘎巴嘎巴地脚几下 邪眼望着罗侯神王 兔词含混不清地问道 罗侯神王神色黯然地摇了摇头 黑龙弟扎扎嘴 露出满脸万习之色 就没说到 那你的家把劲 尽快把他的尸骨找回来 到时候我的当面问问他 临死之前究竟悟到了什么 竟然不声不响地就消失了 他想不开也没啥 可他当年跟我讲的故事 只讲了一半啊 突然跟我来这么一出 害得我纠结了上千年 至今也猜不透答案 这可不行 臭老头太不讲义气了 罗侯神王无言 只能露出一丝苦笑 他对老主人十分敬重 寻找老主人的骸骨 也是为了完成 唯一的心愿和执念 可这些话从黑龙弟嘴里说出来 总显得轻调和随意 让人心里不舒服 也幸好罗侯神王清楚 黑龙弟的脾气 以及黑龙弟跟老主人的关系 若是换做别人敢这样调侃 罗侯神王早就凝断对方的脖子了 两人都沉默着 大殿里只有黑龙弟嚼干果的 弄插弄插声响 过了一阵 罗侯神王才主动开口说道 我这次回来 是有件大事要处理 哦 黑龙弟挑了挑眉头 斜眼望着他 问道 说说说看 啥是比你找老头海骨还重要啊 罗侯神王正色说道 少主回来了 啊 黑龙弟愣了一下 眼底闪过一抹惊诧之色 全集 他快速嚼完嘴里的干果 胡伦咽下去 问道 你是说龙天那小子 他还活着 罗侯神王皱了皱眉 解释道 少主在神界历练了一千多年 于一年半之前回到龙界 一是为了看望老主人 二是为了寻找他的儿子 双引号问号问号问号双引号 黑龙弟瞪大双眼 表情愈发精彩了 那小子不但没死 连儿子都有了 可 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 你家老头之所以想不开 是因为龙天那小子死了呢 罗侯神王无视了他的话 继续说道 我在星园大陆创建了一个事例 名叫万妖蒙 少主与我相遇之后 我便把他接回万妖蒙 但他与金元龙弟结了仇 本蒙又威胁到了 玄机洞天的地位 于是 本蒙就跟玄机洞天起了冲突 我和金元龙弟的化身一同战死了 少主一目之下 便趁着金元龙弟的本体不在 捣毁了玄机洞天 要夺霸主之位 双引号 惊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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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引号 黑龙弟再次双眼瞪大 露出满脸惊叹之色 黑 他个蛇皮的 那小子啥实力啊 刚回龙界就干了票大的 把金龙弟的老巢兜心了 看他当年愣头愣脑的样子 也不像是这么暴躁的人啊 罗侯神王再次皱眉 强行无视了蛇皮两个字 他知道这是黑龙弟的口头禅 便不于计较 接着说道 小主人的实力 与我相当 第3815章困扰千年的问题 厉害了 厉害了我的小龙天 黑龙弟兴奋的双眼放光 急掌赞叹着 金龙弟那小子最不合群 向来自命不凡 以龙祖后裔自居 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老子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只是没找到合适的由头去弄他 没想到 小龙天一鸣惊人 帮老子出了这口恶气啊 罗侯神王面色不变 继续说道 少主清出于蓝 已经有资格接替老主人的衣钵 但是 天龙大陆的霸主之位 已经让给了龙弟北名 所以 少主攻打玄机洞天 想夺得霸主之位 我便同意了 只不过 我们与金元龙弟结下了 不死不休的仇怨 如今金元龙弟也该回来复仇了 我担心少主的安危 黑龙弟皱了皱眉头 似笑非笑弟问道 单凭你或龙天 都不是金龙弟的对手 但你们两联手 应该没啥问题吧 以今天来我这 就是想请我帮你们灭掉金龙弟 罗侯神王不置可否 只是语气郑重弟说道 少主将来的成就 定然不弱于老主人 只是他太年轻了 功力尚且 在这个时候对上金元龙弟 实在太危险 不等他说完 黑龙弟就白手打断了他的话 并且 黑龙弟也收起了玩笑之态 罕见的一本正经表情 说道 蛇夫 有些是你不清楚 但你家老头是知道的 碍于某些不能细说的原因 我们五大龙弟之间 是不能互相残杀的 你别不信 咱们都是发了天道誓言的 想让我帮你们杀金龙弟 那是不可能的 龙天那小子能惹祸 那你们就得自己承担后果 我爱莫能助啊 见黑龙弟的语气和神态都很坚定 罗侯神王的眼神有些黯然 但他转念一想 便有了主意 改口说道 你误会了 我不是请你出手诛杀金龙弟 而是请你帮忙保护少主 我们主仆二人自会对付金元龙弟 但请你帮忙压阵 不管在明处暗处 多护持一下少主 这应该不会让你违背誓言吧 黑龙弟一手揉着下巴 就没想了一下 才笑着点点头道 这个说法倒是不错 你早这样说就没问题了嘛 正好我无聊了几十年 在黑龙大陆也玩腻了 那就去星园大陆逛逛吧 罗侯神王这才露出微笑 连忙起身 向黑龙弟鞠躬行礼 多谢黑龙弟相助 老夫与少主都会铭记这份恩情 黑龙弟摆了摆手 笑着道 行了 不用这么客气 那小子对我胃口 我也不想看到他英年早逝 再说了 即便看在你家老头的份上 我也会想办法帮忙忙 罗侯神王的微笑愈发温暖 当即行礼告辞 道既然如此 那老夫就先行告辞了 不知你是跟老夫一起走 还是 黑龙弟连忙答道 你先回去处理事吧 我随后就会赶去 我的想一下 怎么能给那小子一个惊喜 罗侯神王不再多说 行礼之后便要离去 眼看他快走到大殿门口了 黑龙弟忽然想起一件事 开口问道 喂 蛇夫 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罗侯神王停下脚步 转身望着他 点头道 请讲 黑龙弟揉着下巴 语气玩味 笑咪咪地问道 你老实告诉我 龙天那小子到底是不是你家老头的私生子 罗侯神王当即皱眉 一脸哭笑不得的表情 黑龙弟 这个问题你千年前就问过很多遍了 而且 你当面问过老主人那么多次 老主人不是每次都回答你了吗 黑龙弟露出回忆之色 仍旧笑盈盈帝说道 虽说老天龙每次都否定 可我总觉得不相信 他对龙天也太好了吧 而且 他封号天龙 给那小子取名字叫龙天 这不就是两个字导过来吗 这要不是父子 谁姓那 罗侯神王欲发哭笑不得 只能解释道 黑龙弟 你就不要瞎捉摸 胡思乱想了 真不是那么回事 黑龙弟还是不信 贴贴嘴道 老天龙单身了一辈子 突然冒出个私生子来 那绝对不会承认 不过这也能理解 就算这种事放我身上 我也 还不等他说完 罗侯神王就满脸鄙的道 你也不承认 快别自欺欺人了 你都后宫拥堵 儿女过签了 还有什么不能承认的 嗯 这倒也是 黑龙弟无话可说 只能点头表示赞同 罗侯神王不再跟他瞎扯淡 摆了摆手 便转身离开了大殿 大殿的门口处 一位身穿金色铠甲 长着三条腿的中年男子 向他攻身衣礼 便跟着他离开了神宫 那名三条腿的金甲男子 乃是一名神王 近九重的三族金乌 但他并不是繁星洞天的人 而是罗侯神王的追随者 一直在狱外的某个心域中活动 这次罗侯神王从狱外归来 便将此人带回了龙界 将来对付玄机洞天和金元龙帝时 也能多一份助力 关于这头三族金乌的来历 说起来话长 还有些曲折 事实上 在上古末期 这头三族金乌便生活在龙界 当时他就是金乌族的一名长老 因凤凰一族灭亡之事受到牵连 金乌族成了天法的罪族 日渐凋零 处境艰难 为躲避灾祸和劫难 这头三族金乌逃离龙界 远顿域外星空 在某个心域扎下了根 经过两万多年的积蓄和发展 这头三族金乌也创建了偌大的势力 拥有了掌控整个心域的实力 但是很可惜 在争夺心域之主的大战中 他败给了更为强大阴险的对手 从那之后 高高在上的一方霸主 燕伦为整个心域通气的侵犯 处境十分凶险 恰巧在几百年前 罗侯神王进入该心域 调查封天龙帝的消息 两人机缘巧合之下相识 罗侯神王数次帮他化险为夷 最终赢得了他的信任和尊重 从那之后 这头三族金乌便跟随着罗侯神王 暗中迎建势力 当然了 罗侯神王在狱外星空创建势力 并不是要谋夺心域之主的位置 他只是为了方便调查封天龙帝的消息 笼络更多可用的人才罢了 第3816章唯一的办法 罗侯神王带着那个三条腿的男子 离开了繁星洞天 而宽阔明亮的大殿里 黑龙帝仍然已在御岸上 喝着茶吃着神果 不过 他那玩世不恭的笑容和眼神都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片冷静和思虑的神色 大殿里没有别人 外面还有最忠诚的护卫把守着 在这里 他根本不怕有人偷听什么 心态十分放松和惬意 思虑了两久 他才皱起眉头 自言自语地宁难道 天龙老头 你一向是我们五人中最清晰透明的 也是最受人敬重的 可你竟然在临死时 给我们留下一个如此大的疑问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又领悟到了什么 难道是 天道给了你指示 还是你看到了谜底 怎么就想不开 自寻短见了呢 活下去不好吗 你还有六万多年寿元呢 龙天那小子是很不错 可我怎么都看不明白 他至于让你青睐气重到 那的地步吗 也不怪我们都怀疑 他是你的私生子 你的做法 大家都看不懂啊 黑龙帝自言自语了一大堆 眉头也皱得越来越紧 两久之后 他似乎打定了什么主意 眉头才舒展开来 也罢 趁着龙天这次回来 我就好好观察 仔细研究一下 看他到底有什么特异之处 希望我心底那的谜团 能通过他找到答案吧 黑龙帝叹息了一声 这才挥手收起预案 转身离开了大殿 片刻后 他回到寝宫中 换来了师女为他更衣打扮 这次去星园大陆 按照惯例 还是要乔装打扮一下 扮什么身份好呢 夕阳西下 夜幕降临 表面看似平静的万腰城 实则气氛凝重 防御森严 以万腰城为中心 方圆百万里之内 总共布置了五道防线 散布招数百名赤猴 而整个暗水域 也在万腰盟的操控下 处于紧张和戒备中 万腰盟的情报系统 已经全力运转起来 一旦有大批神王强者 进入暗水域 万腰盟定会第一时间得知 万腰城内 盟主专属的神宫中 既天行已经归来 正坐在书房的太师椅上 听取内务总管和大长老的汇报 之前一刻中的时间 内务总管汇报了万腰城的 不防情况 以及出现危急情况时的 应对方案 大长老胡新月则 汇报了万腰盟的周边情况 以及在新元大陆上的布局 听完两人的汇报 既天行点点头表示满意 与众心长的道 这一年来 辛苦你们做了这么多安排和部署 连疗伤的时间都少 你们的功劳和苦劳 本王都记在心里 内务总管和胡新月 连忙行礼 道 为少主分忧 是我们的职责 不敢鞠躬 双方寒暄了几句 互相询问近况 然后 内务总管和胡新月 才放松心情 与祭天行闲聊 虽然盟主大人尚未归来 但少主能赶回来 心自坐镇万腰城 如今军心已定 少主 老奴始终想不明白 金元龙帝麾下的棋子和势力 基本都被我们处理了 他这次悄悄回到新元大陆 既没有放出消息 也无人主动投靠 怎么身边就聚集了几十名神王 那些神王强者 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 既天行周美想了一下 与其平静帝说道 其实 这些都在本王的预料之中 金元龙帝在新元大陆经营了两万多年 岂是那么容易扳倒打垮的 本盟清除掉的那些势力和强者 应该只是他麾下的一部分棋子罢了 肯定还有一些棋子隐藏得很深 我们没有调查出来 停顿了一下 他又补充道 另外还有 近千年来金元龙帝一直在域外 可能在某些心域中活动 以他的实力和手段 在域外笼络一批神王强者 应该不是难事 虽然 内务总管和胡心悦都没去过域外的心域 但他们也听罗侯盟主说过 九大心域无比辽阔 起码有上万个大大小小的世界 尽管那些世界里 尚未诞生出巅峰神王 但普通神王的数量 却比龙界还多 对于继天行的这个推测 两人是幸福的 这么说来 金元龙帝从域外带了一批神王回来 既然他从其他心域带了人手 那就绝对不止几十个神王 肯定还有大批神军高手 既天行唯唯汉手 语气凝重的道 也就是说 金元龙帝目前掌握的力量 足以覆灭万妖蒙 所以我们必须小心谨慎 胡心悦想到一件事 便开口提醒道 少主 昨天熬金英麾下的密探得到一个消息 称有人暗中传播金元龙帝归来的消息 虽然 过去的一年里 这种谣言不知传递了多少回 但是这一次 那消息似乎是真的 既天行皱了皱眉 到 接着说 胡心悦继续分析道 虽然 大陆上的势力和神王强者们 听了太多类似的消息 早已经麻木了 目前消息还没传开 很多人知道了也不相信 但是 消息终究会传开 再加上本盟收缩防御 加强戒备 这些变化都会证实那的消息 到时候 刚平静下来的星园大陆 又会暗流涌动 我估计很多玄机洞天的旧部 都会蠢蠢欲动 甚至主动投靠金元龙帝 您看 我们要不要监视那些欲主和一流势力 若他们有所异动 提前暗杀他们 既天行摆了摆手 到 出现这个情况是必然的 现在我们要集中力量 专心应对金元龙帝的反扑 不能分出人手去做这些 不管局势如何变化 再怎么暗流涌动 只要我们诛杀金元龙帝 一切动荡都会平息 类物总管满脸忧虑的道 可是这样 我们的处境太被动了 主动权在金元龙帝手里 他何时会反扑 如何进攻 我们都一无所知 既天行挑了挑眉头 手指敲打着桌面 说道 所以 我们想掌握主动权 只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全力调查金元龙帝的下落 只有掌握了他的行踪 我们才能主动行事 甚至 等罗侯盟主回来之后 我们可以刺杀金元龙帝 一旦刺杀成功 本盟无需跟那些强者大战 便轻松取胜 第3817张鹏飞的决定 事情正如既天行 胡新月所料那般 一开始 星元大陆上流传金元龙帝归来的消息 基本没人相信 但是 消息越传越广 且越来越逼真 被人描述的活灵活现 再加上万妖蒙的一系列动作 也被世人得知 两种消息相互印证之下 绝大多数百姓和强者 便相信金元龙帝已经归来 于是 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星元大陆 再次变得热闹喧嚣 明面上的议论不绝于耳 暗地里无数势力和强者蠢蠢欲动 局势变得岌岌可为 聪明人都知道 这是金元龙帝麾下的人 故意放出的消息 且用了一些手段 使其传播的更为广泛 毕竟 金元龙帝在这片大陆上的威信 早已根深蒂固 拥有至高的威望 而眼下的局面 对金元龙帝是最为有利的 只是金元龙帝一直不露面 不透露具体的行踪罢了 若是他在某地公开露面 朕必以呼 肯定从者云集 整个新元大陆都动荡不安 玄机洞天和万妖蒙的决战在即 而大陆最北方的九旋洞天 一如既往的安宁静谧 仿佛世间的一切俗事 都与金鹏族无关 自从一年之前 金鹏老祖带着鹏飞回到九旋洞天之后 洞天入口就封闭了 这一年间 洞天入口再也没有开启过 也没有人进出 从那时起 金鹏老祖就预料到后面的事 也猜到不久后 还会有更大的动荡和劫难 而他和金鹏族能做的 就是置身事外 世道变迁 霸主王权更迭交替 这都是上天的定数 没有谁能永远强大 没有哪个王权能屹立不倒 而金鹏族在上古时代 就曾遭过天道的毒打 自然早就认清了现实 老实地直伏着 才能安然无恙地延续到现在 这一次 不管玄机洞天盛 还是万妖蒙盛 金鹏族依旧稳如泰山 此时 九旋洞天的深处 有一座高达三千丈的孤峰 矗立在洞天的边缘 迎风傲立 孤峰之巅是三间草庐 一棵黄叶零的沧桑古树 寒风吹拂 古树上为数不多的枯叶 正在一片一片凋零 翩翩起舞地落往地面 而古树之下 地面上有一块方圆石杖的巨大石盘 石盘四四方方 其间有纵横交错的线条 构成一张巨大的棋盘 一位身着白袍 相貌英俊的金鹏族青年 正盘膝坐在棋盘中间 闭目运功修炼 棋盘亮着金银玉光 纵横交错的纹路 也闪烁着五彩神光 散发着天地相合的神圣气息 在棋盘的边缘 一位身高近丈的金法老者 正负手而立 望着孤风一侧的悬崖 那位浑身神光缭绕 正在闭关修炼的青年 便是彭飞 一年前 他跟随金鹏老祖离开玄机洞天时 金鹏老祖曾问他 是一起回九旋洞天 还是继续留在龙天身边 按照以往的惯例 彭飞当然会留在龙天身边 不愿意返回九旋洞天 但是当他下意识地开口说出答案时 却将到了嘴边的话又咽回去 当时他站在天鹤山边 皱眉沉默 私存了很久 金鹏老祖站在他身旁 静静地望着他 并不催促 最终 彭飞改变了主意 决定跟金鹏老祖一起 返回九旋洞天 虽说他跟随祭天行的一年之间 大多都在神塔里闭关修炼 少有机会跟着祭天行历练 但是 祭天行那一年间的经历 可谓是曲折离奇 显向还生 而他所做出的应对 偶尔对彭飞说的话 都让彭飞生出种种感悟 以至于 日积月累之下 彭飞以前所困惑的问题 想不明白的道理 在祭天行的影响下 逐渐都有了答案 既天行并未跟彭飞敞开心扉的交谈过 也不曾为他讲到点话 但是 他却在用自己的一言一行 去影响彭飞的道心和观念 即便彭飞有了感悟 做出最终的决定 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种潜移默化 以身示范的指点方式 自然是最高明 且极有成效的 当然了 这种方法要对悟性高的聪明人使用才有效 若是对着愚笨之人 还不如直接点拨教导 而彭飞正是心思聪慧 不幸极高者 他之所以决定回九旋洞天 是因为他竟下心来细想 才发现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他的道心不再困惑和迷茫 已经变得清晰坚定 既然如此 再留在祭天行的身旁 也没有太大的敬意 还不如回九旋洞天 好好消化一年中得到的感悟与好处 趁机突破神王境 对于彭飞的决定 金鹏老祖自然是满腔欣慰地表示支持 因为 这位德高望重 拥有大智慧的老者 在初见彭飞时 便察觉到了彭飞的变化 既然彭飞想明白了 就证明他找到了答案 明白了方向 这当然是好事 看到自家层曾孙子成长起来 将要跨入神王之境 金鹏老祖二话不说 便带着彭飞赶回九旋洞天 回来之后 他便把彭飞带到这座孤峰之巅 让彭飞在古树下闭关修炼 安心冲击神王境 这棵古树源自上古 表面看起来衰老颓败 实则功效神奇 而这座孤峰 是金鹏老祖闭关清修之地 没有他的允许 谁都不能擅自靠近 彭飞在此处闭关修炼 由古树和棋盘神镇相助 又有金鹏老祖护持 自然是安全无余 不被打扰 如今一年时间过去了 彭飞早就积累了足够的底蕴 也做好了一切准备 就在两天前 他开始正式冲击桎故 是要跨过那道天窃 买入神王之境 这次闭关 他早就下了决心 不突破神王尽是不甘休 与此同时 星园大陆最南端 广阔无垠的南海之中 一座方圆万里的巨大漩涡 自上古以来便浮现在海面上 日夜不停地惊喷海水 这道巨大可怖的漩涡 就像是天海的漏洞一般 永远都填不满 谁也不知道 漩涡最终通往何方 但有少数神王强者知道 大名鼎鼎的南海浮地 就藏于这道漩涡之中 南海浮地的入口非常隐蔽 又置身于凶险万分的漩涡里 寻常人根本进不去 但是此刻 却有一位身穿金袍 头戴神冠的龙族男子 带着一位陆脚牢者 步履坦然地踏进了漩涡 第3818章兴师问罪 漩涡下的伏地入口 早已被神阵封闭了 并无强者把守 见此情景 那龙族男子皱起眉头 冷笑道 以往战京族对本地还算忠诚 没想到现在却转了性子 竟然封闭了伏地入口 龙天究竟对战京神王做了什么 竟让他如此畏惧 吓得躲起来不敢露面 通过之前一个多月的调查 这位龙族男子 也就是金元龙帝 已经知道了玄机动天被毁的具体经过 战龙王在危机关头 请金鹏老祖和战京神王相助 但金鹏老祖临时返水 执意离开 战京神王也败给了龙天 逃回南海伏地不再露面 这些事 金元龙帝都知道了 他今日来死 便是想看看战京神王的具体态度如何 若有可能的话 他还要说服战京神王 继续为他效力 对付万妖蒙 龙帝陛下 那咱们还要进去吗 路脚老者看了看封闭的伏地入口 攻身问道 当然要进去 本帝要当面问战京神王 究竟想干什么 金元龙帝满脸怒意的一甩袖子 祭出神剑就是一通砍杀 将伏地入口的封印神阵 砍得震荡不休 立文平线 路脚老者一看龙帝都动手了 自然不可能在一旁看着 也连忙祭出两把紫电狂斧 对着伏地入口一阵攻杀 南海伏地入口的封印神阵 是战京神王亲自布置的 持日上短 来不及布置王级极品神阵 遍布了一道王级尚品神阵 但这是尚品中的顶尖阵法 寻常神王根本破不开 然而 金元龙帝是巅峰神王 再加上路脚老者 这个九重镜的神王强者 那封印神阵怎么承受得住 不出实习时间 封印神阵就被劈砍得遍布列文 即将破碎 而就在这时大阵内传来了一道杀气腾腾的怒吼声 何方萧小 竟敢攻打我南海伏地 不要命了吗 通过方圆百丈的赤白光雾 可清晰看到伏地之内 镇守出入口的护卫统领 正面目凶恶地咆哮着 那护卫统领是夏卫神王 身边还有上百名神军径的战京族护卫 所有人都持着刀枪剑挤 一副如灵大敌 杀气腾腾的模样 金元龙帝的脸色愈发阴沉 也不回话 加快速度劈砍封印神阵 那护卫统领愈发暴怒 甚至破口大骂起来 又过了实习时间 随着弄插一声催响爆出 封印神阵终于破碎了 一道杖鱼宽的缺口出现 金元龙帝和陆角老者身影一闪 便闯进了南海浮地 刷上百名护卫正怒不可遏 突然看到两位不速之客闯入 顿时就杀意爆棚 无需统领下令也直接展开围攻 这是与护卫们的本能反应 跟来人的身份无关 眼看着 铺天盖地的神术光影 刀光剑芒 就要淹没陆角老者和金元龙帝 但金元龙帝神色淡然 无视了众多护卫 目光冰冷地望向浮地深处 道士陆角老者一步踏出 挡在金元龙帝的前面 浑身迸发出无穷尽的金光 宛若烈日般刺眼 轰 沉沫的巨响声爆出 漫天刀光剑影和神术 都被金光震得粉碎 狂暴无匹的冲击力 将护卫统领和上百名护卫 都震得七零八落 倒飞了出去 陆角老者手下留情了 那些护卫都重伤吐血 却没一个人死亡 尽管这些护卫冒犯了龙帝 哪怕他当场将护卫都轰杀 也无可指摘 但这座伏地的主人 是一位强大的巅峰神王 且有可能成为龙帝的辅佐 陆角老者当然不会轻易下杀手 以免跟对方结仇 金元龙帝目光冰冷地扫过 那些七零八落的护卫 与其霸道 威严的冷喝道 让战精神王出来见本帝 虽然 有些头脑聪明的护卫 猜到了金元龙帝的身份 但很多护卫都暴怒欲狂 被怒火蒙蔽了理智 他们纷纷咆哮着 挣扎着爬起来 又要挥舞刀剑围攻金元龙帝 回过神的护卫统领 再想阻止众人也来不及了 见此情景 金元龙帝的脸色愈发阴沉 但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天空亮起一道神光 传来一道威严的怒喝声 助手 那道怒喝如晴天霹雳 把众多护卫眨的浑身一颤 本能地露出畏惧之色 同时 天空中还有璀璨金光降下 笼罩了众多护卫 就听到砰砰砰的一阵闷响 众多护卫的神术攻击 都被那道金光护照挡住了 这些护卫们回过神来 再也不敢出手 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原地 注视着那道急迟而来的神光 咻 那道神光瞬息万里 眨眼间就来到镜前 降落道场中 都给本座退下 来人体型巨大如山 宽阔的脸庞上有张扁平的大嘴 浑身散发着海族特有的气味 正是战金神王 听到战金神王的命令 护卫统领公身一礼 连忙带着近百名护卫离离开了 场中只剩下战金神王 金元龙帝和鹿角老者 立刻恢复安静 待战金族护卫们退到几万里外 战金神王才望向金元龙帝 满脸欠然的行礼道 属下来迟 竟让族人冒犯到龙帝碾下 还请龙帝碾下恕罪 战金神王不提金元龙帝 强闯南海福帝之事 反而放低姿态赔罪道歉 见他如此态度 金元龙帝的阴沉眼神 才缓和了许多 他盯着战金神王打量片刻 才四笑非笑地说道 堂堂战金神王 竟然被一个小辈逼到封锁福帝 再不露面 之前本帝还以为 你是被龙天打成重伤 需要安心养伤 现在看来 你连一丝伤势也无 这倒是奇怪了 当初战金神王跟祭天行交战 确实受了不清的伤 但在过去的一年间 战金神王早就治好了伤势 此刻看上去安然无恙 战金神王听出 金元龙帝的语气不善 知道这位龙帝已经怀疑他 是不是跟龙天有所勾结 这才来兴师问罪 他毫不犹豫地躬身行礼 解释道 龙帝明鉴 一年前属下跟龙天交战 确实受了不清的伤 这一年时间 也的确在闭关了伤 关于这点 我族的长老 护法和执事门都能作证 呵呵 不必了 本帝还愿意相信你 金元龙帝摆了白手 冷笑了两声 第3819章决战将袭 还愿意相信你这六个字 让战金神王的眼底闪过一抹一色 他当然清楚 金元龙帝这句话里 蕴含了很多资讯 还有一丝威胁的意味 尽管 金元龙帝的巨傲姿态 让他心里有些不舒服 但他表面不动声色 仍旧保持恭敬的态度 金元龙帝也不跟他废话 直接了当地说道 本帝这次亲自来找你 你应该知道为什么 战金神王也不装傻 表现得非常坦诚 鞠躬行礼道 一年前的那场大战 属下没能挡住万妖蒙 保住玄机洞天 这确实是属下失职 让龙帝免下失望了 还勤免下降罪责罚 但龙天的实力太强 属下不是他的对手 也实在是无奈 出起来 倒是那金鹏老祖临阵逃脱 实在为人不齿 战金神王承认罪责的同时 却把锅甩给了金鹏老祖 以此转移金元龙帝的怒气 金元龙帝皱了皱眉 陈生说道 金鹏老祖的那笔账 待本帝覆灭了万妖蒙 会找机会清算的 不过 他向来不问世事 也未向本帝效忠 即便置身事外 也不出本帝的预料 金元龙帝虽然愤怒 却不至于瞒不讲理 战金神王意识到 甩锅没能成功 今天的事肯定很难推脱了 不禁心里有些忐忑 果然 金元龙帝见他不主动开口 又接着说道 本帝既已归来 自然要召集所属势力 彻底摧毁万妖蒙 报仇血恨 你来助本帝一臂之力 将来平定万妖蒙之后 本帝会记住你的功劳 金元龙帝自始身份 将战金神王当成下属 虽是请战金神王出手帮助 嘴里说出来的话 却带着命令的语气 战金神王只能苦笑 深深执了一功 语气十分无奈地说道 请龙帝免下恕罪 恕属下不能从命 对于这个回答 金元龙帝并不感到惊讶 心里早有准备 他面无表情地盯着战金神王 与其冰冷帝问道 为什么 给本帝一个理由 这战金神王顿时无言以对 表情变换不停 眼神中充满了犹豫和挣扎 出于本心 他不想据实相告 那毕竟太丢脸了 可金元龙帝不是等贤之辈 无论他编什么借口 都很难骗到金元龙帝 尤其是此刻 金元龙帝也不催促 只是目光灵力如见地盯着他 浑身散发着着人的威压 那犀利的眼神 似乎能将战金神王看穿一般 战金神王犹豫再三 终究还是决定据实相告 反正金元龙帝是大陆霸主 巅峰神王 就算对他说了 也不算丢脸 而且 以金元龙帝的秉性 应该也不会长蛇 到处去跟人讲 龙帝免下 实不相瞒 属下与龙天交战一场 败于他之手 在他的胁迫下发了天道誓言 这才得已脱困 当战金神王说出 这个丢人的秘密之后 顿时有种如是重负的解脱之感 金元龙帝狠狠皱眉 眼中闪过凌厉的寒光 沉吟了片刻 他才沉申问道 龙天的实力 当真强到如此地步 金元龙帝点点头 解释道 他杀了套铁族的陶永生 夺取了混沌原始终 原来如此 金元龙帝这才恍然大悟 他很清楚 一个拥有王级极品神器的巅峰神王 和没有极品神器的巅峰神王 确实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 龙天兵你发下的天道誓言 就是置身事外 不能对付他和万妖蒙 战精神王露出满脸苦涩的笑容 点头道 龙帝英明 正是如此 哼 真是卑鄙 金元龙帝的猜想得到确认 只觉得胸腔中暮火狂涌 脸色也黑了下来 战精神王说出了实情 神态便愈发坦荡 在他想来 金元龙帝再怎么霸道 应该也会知难而退了 可他没有想到 金元龙帝沉默了片刻后 仍不肯放弃 又说道天道究竟是什么 存在与否 谁都不能确定 天道誓言这种东西 更是虚无缥缈 理身为巅峰神王 怎能因此受困 若你信了什么狗屁誓言 那就是作茧自福 对于这种近乎耍无赖的说辞 战精神王也十分无语 他心想着 反正发誓的人不是你 若违背誓言 遭到天前的也不是你 简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尽管心中恼怒 战精神王也只能耐着性子 跟金元龙帝解释天道誓言的真实性 在他的再三解释之下 金元龙帝只能打消念头 既然战精神王的态度坚定 金元龙帝也不再多说什么 满脸怒意地拂袖而去 双方不欢而散 但战精神王依旧恭敬 面带微笑地将其送出南海福地 片刻后 金元龙帝和陆角老者离开南海福地 跨过茫茫海面向北赶回 见龙帝于怒未消 陆角老者劝说道 请陛下息怒 虽然战精神王爱于天道誓言的约束 不能为您效力 但他的态度仍然恭敬 且牢记着自己的身份 并无半点愉悦和不敬 说起来 终究是他头脑简单 实力不够强 才中了龙天的奸计 若您因此迁怒于他 甚至不再信任 并会失去一大助力 戴万妖蒙之事结束之后 您仍然可以驾驭他 不等陆角老者说完 金元龙帝冷笑道 也就是要对付万妖蒙 他才有利用的价值 戴本帝铲除万妖蒙之后 还用他做什么 毫无疑问 金元龙帝已经放弃了战精神王 且记下了这笔账 戴万妖蒙的事情结束后 他肯定会秋后算账 找些由头打压除掉战精神王 陆角老者细思极恐 眼底闪过一抹忌惮 不敢再多说什么 没过多久 两人便离开南海 回到了星元大陆 这时 一道传讯预检从天而降 落在陆角老者的面前 陆角老者拿起预检查看消息 顿时露出一丝喜色 对金元龙帝汇报道 恭喜陛下 近几日您归来复仇的消息传遍了大陆 引得黎明苍生沸腾 如今您是明星所向 万众瞩目 这三天时间 又有十几家势力联系到我们 要向陛下效忠 助陛下铲除万妖蒙 经过几位神王的调查和筛选 最终确定了九家势力 可以为我们所用 投靠金元龙帝的十几家势力 当然是良又不齐的 那些实力太弱的 当然没资格跟随金元龙帝 能为金元龙帝所用的 要么有神王强者 要么有大批上位神王 仅仅吸纳了九家势力 就让金元龙帝麾下 在天上签名精锐 听完陆角老者的汇报 金元龙帝的眉头才舒展开来 他望着北方的天穷 陈生下令道 传令给他们 暗中集合我们的人 在干风域等待本地去会合 赤不宜迟 最迟十天之内 本地便要清零万妖城 覆灭万妖蒙 第3820张罗侯归来 这几天 星元大陆的局势越来越动荡 民心愈发沸腾 几乎所有的势力和帝国 都知道了龙帝归来 即将反扑万妖蒙的消息 绝大多数人没资格参战 只能热烈议论此事 并在精神上支持金元龙帝 但也有极少数强者和势力 暗中联络金元龙帝麾下的神王 想投靠金元龙帝 那些聪明人都知道 玄机动天的元老和强者 都在一年前的大战中死光了 如今金元龙帝正是用人之计 若能跟随金元龙帝摧毁万妖蒙 立下大功 今后肯定能封关禁绝 所以 想投靠金元龙帝的强者和势力 多如过江之计 但金元龙帝没有公开露面 行踪太过诡秘 等贤之辈根本联系不到他 若他在某地公开露面 便真的要上眼阵臂一呼 从者云集的盛况 戒备森严的万妖城 无数金兵强将都神经绷紧 满腔警惕和担忧 即便有带盟主坐镇于城中 运筹帷幄 早已部署了天罗地网 但面对金元龙帝随时可能发动的反扑 众人还是没有把握 满腔忧虑 也就在这个时候 内务总管终于联系到了老盟主 紧接着 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传了出来 令无数长老唐主和舵主门心神大定 老盟主终于回到了万妖城 如此一来 有两大巅峰神王坐镇万妖城 万妖门问了 即便金元龙帝率领强者来攻打 也是自寻死路 万妖门的全体盟众 都是这般心思和想法 顿时军心稳定 士气大振 与此同时 万妖城内 盟主的书房之中 既天行 内务总管 左右护法和几位长老一字排开 向刚刚归来的罗侯神王行李问好 看到平安归来的罗侯神王 众人都情绪激动 心里悬着的大石终于落下 罗侯神王坐在书桌后的太师椅上 看着众人行李 露出满脸欣慰的笑意 待众人行李之后 相互寒暄问候了几句 罗侯神王才指着身旁站着的那名男子 对众人介绍道 这位是金武神王 老夫在狱外游历 探查消息时 解释的朋友 这么多年来 老夫在狱外活动 多亏金武神王相助 才能顺畅便利 此次回来处理玄机洞天之事 金武神王便是一大助力 大家来拜见金武神王 认识一下吧 不久之后 众人就要联手抵抗 玄机洞天的反扑 若彼此太过陌生 定然不好配合 所以 罗侯神王连忙介绍众人相视 寄天行等人的目光 这才落在金武神王的身上 有些好奇地打量 这个三条腿的男子 金武神王倒也是去 知道眼前这些人 都是罗侯神王的心腹 不等众人开口打招呼 他便露出微笑 主动说道 盟主大人折杀我了 当年在狱外星空 若不是盟主大人 两次出手相救 我早就灰飞烟灭 客死异乡了 哪还能活到现在 能跟跟随盟主大人 为盟主大人分忧 是我的荣幸 当然 能够认识在场的诸位 更是金武的幸运 说完之后 金武神王对着寄天行等人 很主动地行礼打招呼 寄天行 内务总管合护法 长老们 也一一向金武神王行礼 并介绍自己的身份 双方又是一阵寒暄和攀谈 过了许久才结束 如此一来 众人和金武神王算是认识了 只不过 他何时能得到众人的信任和友谊 还要看他后续的表现 待众人寒暄结束后 内务总管和左右护法 依次向罗侯神王禀报消息 汇报万妖猛如今的不妨情况 罗侯神王听完表示赞同 得知是寄天行的安排 更是深感欣慰 正是谈完了 寄天行这才开口问道 本来 你应该在几天前就回到万妖城 怎么消失了几天 发生什么事了 不止计天行对此事疑惑 内务总管 护法和长老们也望着他 心里有同样的疑问 罗侯神王微笑着道 少主 这也是老夫正想跟大家说的一件事 老夫之所以消失了几天 逝去了一个特殊的地方 见了一位身份特殊的强者 众人还感到疑惑不解 计天行却猜到了他的意思 问道 你去找强员了 没错 罗侯神王笑着点点头 说道 老夫见到了那位强者 跟他许了旧 并请他出手相助 他答应了 虽然他没有跟老夫一起回来 但他会在合适的时机出手帮忙 内务总管愣了一下 问道 盟主 您说的那位强者 是巅峰神王吗 当然 罗侯神王毫不犹豫地点头 内务总管 左右护法和几位长老们 顿时都露出了激动之色 纷纷鼓掌叫好 太好了 又有一位巅峰神王出手相助 这样我们就有三大至尊强者了 哈哈哈哈 我们有三位巅峰神王 金元龙帝这次死定了 之前我们还担心金元龙帝提前反扑 现在麻 真是巴不得他早点来送死啊 只要能杀掉金元龙帝 本盟就能掌控星元大陆 奠定万石基业了 王主威武 少主英明 万妖蒙必胜 众人信心爆棚 情绪激动地欢呼着 恨不得立刻与金元龙帝开战 纪天行却比众人想得更多 心情高兴之余 还在暗自揣测那位巅峰神王的身份 他用神式传音 向罗侯神王问道 蛇夫 你说的那位巅峰神王 是十尊当年的朋友吧 罗侯神王并不隐瞒 笑着点了点头 纪天行又问 既然是巅峰神王 那肯定不是星元大陆的人 是赤龙大陆的赤龙大哥 还是圣龙大陆的圣龙帝 亦或是黑龙大陆的那条老痞子 纪天行非常清楚 当年龙界有五大至尊龙帝 除了星元大陆的金龙帝之外 师尊封天龙帝和另外三位龙帝的关系都很融洽 他作为封天龙帝的唯一弟子 对那三位龙帝也不陌生 赤龙大陆的霸主赤龙帝 跟他一气象头 败了把死 对他十分关照 黑龙大陆纳得有点无赖的老痞子 跟封天龙帝的关系最好 至于圣龙大陆的圣龙帝 虽然与龙天只是君子之交 但也有可能念旧情出手相助 就在这边